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 根據全面評估策略 以及核實工作的最終報告 港鐵公司分別建議在 紅磡站擴建部分施工質量不足的位置 以及南邊連接隧道的南北走廊隧道 及紅磡列車停放處 坑草場的個別位置 採取適當措施 港鐵公司亦都在本年的9月 完成相關適當措施的設計 並於10月起根據獲審批的設計 陸續展開相關的工程 另一方面 因應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在本年2月19日 批准擴大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至包括紅磡站北面連接隧道 南面連接隧道 及紅磡列車停放處發現的工程問題 調查委員會分別在本年5月27日至6月17日 就延伸調查研訊 聽取事實證據 以及在9月23日開始聽取專家證據 並計劃在2020年2月中完成實質聆訊 為了讓市民能夠盡早使用新建的鐵路 行政長官在2019年施政報告中已經公佈 政府致力於2020年第一季開通由五溪沙站至啟德站的屯馬線一旗 當中包括顯徑站、鑽石山站、擴建部分及啟德站三個新車站 就配合團馬線一旗、通車、運輸處會加強接駁啟德站及顯徑站的公共運輸服務 也會監察完善各現有公共交通服務的運作情況 至於有需要的時候會調整有關服務的安排 此外港鐵公司致力與其他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提供轉成優惠 方便土瓜灣及九龍城區的乘客使用新的鐵路服務 至於沙中線的南北走線 至本年10月起 東鐵線的設施多次受到破壞 而需要進行緊急檢查及維修 導致原本預留在晚間非服務時間進行的工程被迫取消 由於東鐵線新信號系統是沙中線南北走廊工程下的關鍵工程 以及關鍵工序 港鐵公司估計紅磡至金鐘段需要延至2022年第一季才能開通 此外港鐵公司亦已向路政署報告 本年11月期間在東鐵線大學站及其輪近鐵路段的設施遭到嚴重破壞 當中沙中線南北走廊工程下 新安裝的信號系統和機電設施受嚴重損位 經過初步檢查後 港鐵公司表示受損的系統和設施 包括至少80組沿路軌鋪設的管線 涉及管線總長度約70公里 初步估計需要更換其中約35公里 以及多組軌旁信號裝置 受影響範圍達到4公里 由於設施受到嚴重 而且難以 而且難以收復 港鐵公司需要採取 這個工作 去重新採購 以及更換受損的設施 以及再次安裝並進行測試 現時營就事件對沙中線工程的影響 進行全面評估 港鐵公司亦需要考慮 因應東鐵線其他收復工作 而未能按原計劃預留 足夠的晚間非服務時間 進行沙中線工程所引致的後續影響 盧政署初步估計需要更長時間 只能完成南北走廊餘下的工程 並正與港鐵公司重新檢視 沙中線南北走廊的施工時間表 探討加快部分關鍵工序的可能性 我們會繼續協調和監督 沙中線的建造工程 以其項目能夠早日員工通車 主席 我現在請港鐵公司透過投影片 簡報沙中線項目工程的最新進展 多謝主席 請港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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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請港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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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議員 我會花幾分鐘 接著來解釋一下 沙中線後目工程的最新進展 也解釋一下 在紅磡站及康健部份 以及修聯結構的適當措施 在屯馬線其他新車站的事務工作 然後我的同事 周先生也會解釋一下 在屯馬線 開通的情況 以及紅磡至金鐘段 我先講回整體工程的進展 我們先講回整體工程的進展 我們看到下一張的同樣片 我們看到 沙中線主要有這兩條鐵路線 但看上來講 已經是工程進度完成了91% 南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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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東鐵線 過海的部分 後來我會解釋一下 周先生會解釋一下 另一方面 啡色線是大圍之河河 南部線 透過九龍東 將西鐵和東鐵聯繫 我們之前也有回報過 在完成了一個詳盡的可行性報告之後 我們和政府都同意 我們會分開階段的開通拳馬線 第一段就是 遣徑、鑽石山和啟德這三個站 就會在2020年第一季開通 我亦很高興回報 如果我們看回看 接著的那一張後影片 就看到在屯馬線那五個站 我們已經完成了這些車站的法定檢測工作 這些車站也已經交給我們的運作部門了 我現在可以再報告一下 在紅磡站的訪見部分 以及它將年結構的適當措施 最新設施 在今年七月 我們就著這些適當措施 提交了詳細的設計 而我們會有更加精細的設計 這個詳細設計已經完成了 我們也很樂意回報 政府仔細地和我們商討去覆檢後 都同意了這個設計 顧問是會利用更加精密仔細的設計 這個設計 都會在設計而設計上 那些設計上的設計 項目的設計 這裏確實在設計上 在現時設計下的設計 方法是在設計上的設計 並且能夠調校的設計 更加精細的設計 並且地運作用於兩條項 için 在香港當地的設計 也許是香港這樣設計 措施包括很多部份,可能我們會加後層板和長芯,我們也會加鋼筋或鋼針, 而在其中一個後勤的地區,我們也會增加支柱和支撐架。 這張投影片顯示月台,上面是東西走廊的月台,月台層板,下面是南北走廊的月台層板。 我想解釋一下顏色,粉紅色在A區的點,顯示我們有些展歷的問題,我們是做工程的。 在A區還有一個藍色的一點點,那些就是關於螺絲母接隔的問題。 綠色的點,就是在B和C區,那些地方我們需要加工去處理施工連接群的問題。 上星期在政府接受我們設計之後,我們已經開始了。 我們現在揭替這個列車停泊處,下一張投影片顯示南面連接隧道。 我們看到有粉紅色的部分,也是要處理展歷件的問題,就是有粉紅色的部分。 而這個工程也只是在南面連接隧道的南北走廊層,是在A區旁邊的,就是之前那張環燈片的粉紅色部分。 藍色的點景,可以看到位置就是我們要處理螺絲母的地方。 我們已經是十月十二次施工了。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百人之六十的工作了。 在進行的工作當中。 現在講到我最新的採取的措施。 如果我再講到另外的屯馬線那裡,另一個慢燈片,麻煩。 我先不講電話線線,還要講一下楊爺謙的。 就是講到洪洪的工序會得到很適當的。 是監督確保進行適當的。 我們會根據地區檢查的計劃。 我們會有一個專職的監督協助在公地上來做一個數碼監督系統的發展。 而是監督確保進行適當的。 還有,我們會進行的額外獨立的審核團隊做的審核工作。 我們現在的工作是進展順利的。 我們的目標是在2020年中能夠完成施工。 我們會進行一個完整的檢查和測量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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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ietro的檢查調查和測量表格。 我們會進行一個完整的檢查和測量表格。 還有其他有關的錄片和冬地日誌等輔助工作。 證明這些工序在工序的監督之下完成。 在香港的會展中心的工序進行中,我們正在進行獨立的審核,當這個審核完成後,我們會向政府匯報。 我們是一個不斷學習的組織,所以要改變我們的公地監督,在2019年初,我們發展了一個數碼的平台來做監督,我們不斷將這個監督推進到在這個失蹤線的未來的項目當中都會進行。 我們要將時間交給James。 各位議員,早安。接下來的五分鐘,我會很簡單介紹一下屯馬線一旗的開通的準備。 屯馬線一旗將現在現有的馬鞍山線新延,新增三個車站,顯徑、鑽石山和啟德。 換言之,馬鞍山總站會由現在的大圍站,新延到啟德站。 經過我們不同的方案的考慮,這個分段通車的安排已經是全面考慮了車務的運作、顧客服務和分段通車對屯馬線全線開通的影響,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 當屯馬線一旗通車之後,會成為接通新界東、北和九龍東的新的鐵路線。 現在東鐵線或馬鞍山線的乘客要去九龍東或港道東,都要經過大圍去九龍塘轉車。 而這一段正是早上最繁忙的東鐵路段。 當屯馬線一旗通車之後,乘客會多一個選擇出九龍,產生一個分流乘客的作用,有助舒緩現在東鐵線九龍塘斷的擠壁情況。 現在由大圍去鎮立山,如果要經九龍塘轉車需要17分鐘,將來乘團馬線只需要9分鐘,比以前快捷壁方便很多。 要分段通車,我們也要準備完成一個替列的準備工作,包括系統和列車測試、整合、演習、列車服務系統和車站設施的試營運,才可以提供服務。 而我們也展開了不同設施的壓力測試,而車站的職員也在準備不同模式的演習和模合的工作。 列車現在也在進行分階段的一個測試,在我們工程和車務團隊共同努力之下, 首階段的線營運的工作在十月尾已經開始了。 部分馬鞍山線的列車現在到達圍站之後,會駛入新建的路段,即遣徑到啟側站進行列車測試。 在稍後的階段,我們整個測試就會將所有馬鞍列車進入新的路段去測試, 包括繁忙時間和非繁忙時間的模式作為通車的準備。 全馬線一期將會在2020年的第一季通車, 確實通車一期的安排是有度落實的。 如果我們一有這方面的資料,我們會盡快公佈。 至於全馬線的全線開通,這就要視乎紅磡站和附近相連結構的適當措施實施情況。 正如剛才介紹,經過政府同意我們適當措施的工程,現在已經展開了。 工程團隊是致力加快這個工作,目標是在2020年中完成這個適當措施的工作。 而之後我們會展開我們基電的裝磡和私營運。 我們預計團馬線全線會在2021年全線開通。 接著我講講紅磡去金鐘國海段的工作情況。 這一段來說,我們所有隧道,包括國海隧道的結構、土建工作, 已經在今年完成了。 現在我們正在進行隧道方面的鋪軌工作。 而最關鍵的這個會展和金鐘站, 現在亦都是如火如荼地工作。 我們現在的畫業工作已經完成, 而結構已經超過三分之一完成了。 因為會展站牽涉到比較複雜, 以及結構也比較精密。 所以這個會展站是整個國海段工程的一個關鍵。 之前我們說過會展站有一點滯後的情況, 現在我們通過了增加人手和延長工作的時間, 我們希望可以追回之前滯後的情況。 現在我們也很密切地監察會展站的工作進度。 至於金鐘站, 我們已經完成了部份的負責電梯, 而有部份也將會在未來這一兩個月開通。 現在這個金鐘站正在進行裝修和最後基電的裝陷工作。 最後我們這個紅磡至金鐘的國海段, 是我們將東鐵延伸過去香港島。 而在開通之前, 我們也有些測試的工作要順序來進行。 而這個工作亦是一環扣一環。 當屯馬線的一期開通了之後, 我們要監察新鐵路線, 對東鐵繁忙段、九龍塘和大圍這一段的分流作用。 我們觀察了之後, 適當的時候, 我們就要在紅磡站以北進行有兩個工作。 一個就是要軌道的調整工作, 即是一個分線的工作, 是將東鐵現有的線帶去我們新的紅磡站月台。 而第二, 我們也要進行一個新的信號系統的測試, 也要將我們現有的12卡的東鐵車, 轉為一個九卡車去營運。 之後我們也要做一系列的測試, 包括動態測試和可靠性測試和市營運, 才可以開通這一段國海段的南北線。 正如之前所說, 現在東鐵線和現有的鐵路設施, 在近月也受到一些公眾活動的破壞。 我們為了盡早恢復現在我們現有的鐵路服務, 現有鐵路系統的維修, 我們必須要優先進行。 而大部分的維修工作, 我們也需要在晚上收車之後才能做到。 因為這個維修工作, 所以我們沙中線的信號系統的工作, 就是有一點點影響。 也直接影響到我們這個12卡轉9卡的 一個運行的工作的安排。 也因為大陸站的一些, 我們要做一些… 不好意思,打斷了一下, 大概還有多久要說的? 三分鐘。 復收的情況呢, 我們現在… 剛才開始說三分鐘, 現在又說三分鐘。 還有兩句而已。 兩句而已。 我們現在目標要復收大陸站的一個破壞, 我們現在估計, 紅磡去金鐘段, 這個國海段, 我們很大程度, 會在2020年才可以開通的。 那麼, 或者可以總結一下, 謝謝, James。 很感謝, James。 很多測試已經開始了, 這個團馬線會繼續進行, 希望能夠… 明年第一季, 希望能夠使用。 我們的紅磡站也要做很多, 以及其餘的運動工程也會繼續進行。 我們希望能夠在2020年中進行。 完成了有關的適當的程序, 工序之後, 和有關的測試作用後, 鐵道系統進行。 我們希望在2021年, 全部的團馬線能夠開放。 2021年, 紅磡和金鐘的路段, 你可以明白, 在9月的時候, 及到9月, 我們提到, 我們希望能夠在2021年通斥。 不過, 有一個可能也要去到2022年, 不過, 但是, 現在似乎是2022年才可以衝動。 因為我們要明白到, 要處理很多不同的, 沒有遇到的情況, 還有各種因素。 剛才James提過很多的問題, 包括我們選賣, 很多東西都要做維修工作, 在這個車線當中。 所以, 在2022年才能夠完整, 最後這個工序。 我們當然會繼續和政府來工作, 希望能夠優化我的項目。 好, 希望你們的進度, 不要好像剛才說得那麼慢。 好, 第一位的提問就是, 我讀一次, 好, 順序讀一次, 李慧琼, 麻煩你按一下, 麻煩你。 好, 好, 還有李慧琼, 第一位, 聯敏聯達三分鐘, 田北辰議員, 麻煩你。 好, 李慧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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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直接的, 有一個問題, 首先, 我先清楚地說, 我不能夠接受, 完全的沙中線, 是要去到金鐘, 金鐘站, 要超過2022年尾之後, 我一直都是爭取這件事, 我覺得是港鐵, 欠香港私民, 在這個話題之下, 要開通沙中線, 以及一個會展示, 部分很重要的部分, 即是, 我們要2022年尾要開通, 這個會展示, 一定要開通, 在2021年中做這個測試, 現在看看各個進度, 你覺得這是很重要的那一日子, 但你剛才沒有說過很多關於這方面的情況, 接著說到很多關於破壞, 在大學站, 以及很多東鐵線的部分, 令到整個市場很延遲, 因為你可能已經有不同的部件, 你已經買了不同的部件, 你已經買了不同的部件, 因為港鐵線和南北線已經買了那些部件, 你不能用那些部件, 因為你不能用那些部件的部件, 你不能用那些部件, 放在這個大學站上, 做修補, 和修補, 那些在大學站上, 使用那些部件的部件, 就將, 在港鐵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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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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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解釋兩點, 可以解釋這兩點, 可以解釋這兩點, 請我回答你的問題, 匯展中心站是很接近, 我們要全面開通南北線的位置, 我們現在的目標, 匯展站, 在港鐵線上, 我們希望在2021年, 員工, 證會議員這樣說, 我們需要做測試, 即是和東鐵線的破壞設施是沒有關係, 在匯展站都有些嫌悟的, 因為我們有些干擾, 嚴悟了, 這也是一個問題, 現在來說是, 勉強叫做, 最有關鍵, 至於你剛才提到, 要核實的工程, 以及混合運作的模式, 我們說回大學站, 和附近的破壞, 你會說得完全正確, 我們會用手頭上已有的零件, 去做南北線, 令我們再採購, 我們遲些第二部分要用, 即是說, 因為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去做維修, 我們面對的挑戰, 如果不通車的時間,我們也有些運作 不好意思,主席,過多事,不過這兩個原因 令我覺得沒什麼理由現在就說一定21年年底不行 你是不是三分鐘的? 是,三分鐘,不要緊,差一點點 有請姚思榮議員 多謝主席,我也是關心沙中線本身的時間 因為文件都說,10月起東鐵線的設施多次受到破壞 要進行緊急維修,影響到整條線要推遲 我比較關注的是,現在整條東鐵線的保安安排 如果繼續受到破壞,是不是因為這樣又會再趨時呢? 我不知道鐵路在政府這方面有沒有一些措施 避免鐵路再破壞,影響整條沙中線 可能再進一步推遲的情況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紅磡到金鐘這條線 某個程度上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會不會分段去考慮開放呢? 跟其他鐵路線一樣,是不是一定等完整條沙中線才開通呢? 有沒有辦法分段安排,使得影響降到最低? 不是說一定要等到2022年才全面開通呢?兩個問題 有請政府和港鐵代表 主席,容許我講一講,剛才姚議員關注的問題 緊急維修和保安安排 我們接著第四個議程會討論這件事 如果姚議員不介意,我們可以在第四個議程詳細談 政府和港鐵公司做了相當多的工作 或者我請港鐵公司就著工程的進度再補充一下 你提到分段了 現在東鐵線已經去到紅磡為中 即是會經到紅磡站了 所以再各部開通這方面 並不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在紅磡之後 接著就會去金鐘和回展站 這個只是一個很短程的一個連接 由這個紅磡到金鐘這段 有沒有辦法提早呢? 因為這段其實很多工程都已經完成了 這個是不是因為訊號問題造成 還是整個設施的硬件是未完成 而導致2022年才可以通道呢? 金鐘至紅磡那段 是啊 鄭先生說 toutes聲音說 可以通知 那一個共和尋滯橋走路 你會推出 12卡列車變成9卡列車去過海 而這就是最影響的部分 所以這不是局部開通的問題 這是列車和訊號系統的問題 如果這樣說沒辦法提前在技術上解決不了 就是贈送兩年多時間 可否有些補充 因為現在只是訊號的問題 有些同事都覺得有辦法快一點 主席 或者我補充一點 基本上我們去到金鐘 我們基本上要轉 因為在香港島的車站 因為受地形限制只能接收9卡車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東鐵線由12卡轉到9卡 這是第一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都有一些很重要的供電設施 信號設施在匯展站 我們都曾經看過方案可否飛站去到金鐘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重要的設施在金鐘 去供電和信號和通訊這件事 所以這個安排都需要很詳細的去看法 目前來說我們必要考慮這個方案 主席 或者他可能有機會再解釋 我想很多同事都會追問繼續這個問題 下一位陳淑莊議員 是 多謝主席 我想請問一下局方 是不是仍然按時地 將這個項目管理費交到港鐵的手上呢 我講的是總共是79億的項目管理費 請政府代表 管理費的問題 主席 多謝陳淑莊的提問 那個項目管理費 我們講的是78億9300萬 按那個委託協議去交給這個港鐵公司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在很多場合都說了 在我和港鐵的委託協議裏面 港鐵公司是需要保證 它所做的工作是專業的 亦都是很合理地達至一個既定的水平 如果在那個委託協議或者工作裏面 出現一個問題 我們是保留一個追究責任的 主席 基本上呢 不如我先問一條 我問了一條 等了這麼久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因為我手上就拿著這個管理協議 就在你應該怎樣去按時給這個項目管理費的 第1.5段 即是第82頁就講到明 如果根據這個委託協議 Appendix A 關於工程範圍 Appendix B 當然是委託工程 Appendix C 就委託時間表 當中有一個很嚴重或者很相關的一個改變 增加或者減少的話 政府是可以跟港鐵去商討 是去增加或者減少這個項目管理費的 首先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手上就拿著最近港鐵 這個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告 這裏應該顯示了 港鐵成功地繼續在政府手上 按時收到本來的項目管理費 接著還要有一句 截至本中期財務報告發表之日期 公司並沒有收到香港特區政府就任何沙中線協議 對公司提出的索償 我想問一下 現在經歷了整年有多 接著又要你們找專家小組 又要搞這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你們究竟有沒有去跟港鐵 談過 根據委託協議去談過 減少委託這個項目管理費 又或者甚至去做申索呢 有請陳發 多謝議員 多謝陳妤的跟進 基本上我們都是按著合約精神 而且大家都明白到 調查委員會工作仍然在進行當中 當調查委員會工作完成之後 是可以確定責任誰屬 延遲了兩年 你如果看這個program 是2010年開通的 你看那個appendix 現在隔這麼遠 你還去按時比 你還沒跟他談過 這個合理嗎 主席 這是納稅人的錢來的 我希望局長 你剛才說保留的權力 就不只是保留 我相信也有些後續的跟進 主席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因為我們最重要是 釐清那個事實基礎 和責任誰屬 在這個調查委員會 完成的工作之後 我們會嚴肅跟進 好 下一位林卓廷議員 主席 責任誰屬 公眾看得很清楚 就是禮頓是工程造假 政府疏於監管 現在整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中期報告 居然是全香港歷史上最不科學 最荒謬的結論 那些鋼筋測試都未完成 就可以說 那個工程是安全的 結構沒有問題的 是不需要加固的 但是到了這個報告發表之後 一個月 原來發現有最少兩成的鋼筋是不合格的 兩成啊 你們政府和港鐵居然可以用這個結論去做事 不可能吧 你現在港鐵居然創作了一個新的詞語 叫做適當措施 Suitable measures 什麼叫適當措施 你是加固就加固 補救就補救 什麼適當措施 你看到那張圖嗎 由頭到尾連着全部 Other加固 全部都是加固 好像那條線那樣 逐點點點的 點到密閉 done一條條線 根本結構有問題 還不 exposed 如果你結構沒問題 就可以大費錢嗎 無緣無故做あの加固措施 你就不 combine 這些語詞 就說這是什麼 適當措施 come on 主席 我想問陳返 你到現在還認不認同這個沙中線紅磡站的結構是安全 是無需要作加固的 有請陳法局長 陳法局長 多謝主席 我們看過這個是調查委員會的終期報告 它裏面就著這個結構安全 已經作了一個陳述 我們現在是在等待這個調查委員會的最終報告 當然在這個過程裏面我們亦都有一定的看法 但是在調查進行當中我們不便… 我問你啊 你認不認同去終期報告的結論啊 你認同不認同一句而已 為什麼你不回答呢 因為你是影響到之後 你怎樣去監管港鐵做或者不做 怎樣去補救措施的嘛 你連這件事都不敢說啊陳凡 你怎樣做局長啊 主席 請求我可以補充 其實在確保那個項目的整體質素 以至於安全 實際上已經做了相當多的工作 譬如說… 即是做得很好 全面策略評估 以至港鐵進行的適當措施 那這個就是確保整個系統… 喂你見不見那些圖畫啊陳凡 那些洞洞都捕到陷了啊 那站 見不見啊 你不要自己自說自畫啊 你看看那些圖啊 那些洞全部捕到陷了啊 那些補救措施 那個結構沒有問題要這樣做 多花多少億啊多少十億啊 講不講到啊 我想陳凡局長 待會還有機會講一下 這些的措施 和合不合標準有關係的 還有那個工程的質量問題 好 下一位有請范國威議員 請主席 政府在處理沙中線紅磡站造假的醜聞 調查委員會有最終報告一次又一次的延期 現在要等到明年的三月底才會有 聆訊期間其實有專家質疑港鐵 就不是做這個隨機抽樣 又將螺絲帽扭入的安全標準是改變的 這班農門的做法呢 其實是會令到公眾 對政府和港鐵是信心盡失的 在這段期間有報道就揭發 原來銅鑼灣這個警官的會所 因為受到沙中線工程影響拆射 港鐵除了要承包拆射和原子重建的費用之外 還要拆一環二 額外花多三億元去翻身太子 警察體育遊樂會 就被這些受影響的警官 暫時移私去遊樂會那裡 無逢去享用豪華的康樂設施 路政處及後回覆說 警察體育遊樂會的會所 那洗的三億開支裡 就包括了買跑步機、單車機、搭步機、雪櫃、熱水爐、製冰機、焗爐廁、廚櫃、多部手提電腦、六十五寸的電視梳化、掛中垃圾桶 港鐵和警方這些做法其實實際就是用著沙中線的公帑去幫警方翻身設施給他們享用 是避過議會的監察 對納稅人是不公道的 主席 所以我想問 警官會所拆射和重建的工程是包含在這個合約編號1128裡面的 而整份合約是涉及五十二億三千萬 但未有分細項 到底警官會所拆射和重建這個單項工程 造價是多少錢呢 為什麼要隱瞞公眾用納稅人的錢去幫警方重建會所 有請政府代表 請路政處的同事 是 主席 關於這個在沙中線工程項目進行的時候 其實很多一些現有的設施都會受到影響 我們的做法就是 我們希望將那些受影響的設施 首先是重建了一個新的設施 才去拆射舊的設施 時間不是很多 到底這個單項工程造價是多少錢 多少錢 等到受影響的影響盡量減少 這個 我們例如在灣仔的一些運動場 我們都是這樣做的 而在一個警官俱樂部 因為那個位置上 我們要拿去做沙中線的工程 而影響到 當時在同一個位置上的警官俱樂部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 在這個現時的一個 在街陷街的警察的會所 我們將它部分的設施 就搬移過去那邊重置 這個道理我們 我們明白的同事可能會比較關心 你不用重複我問題 請你答我問你多少錢 現在知道嗎 如果不知道就事後補充 因為這個工程現在還在進行中 所以我們還未可以完全掌握工程的費用 這個要代工程結算 你用錢不知道用多少錢 或者你現在手上沒有這樣的資料 是嗎 我手上沒有資料 手上沒有資料 你事由書面回覆我們 好嗎 下一位潘兆平議員 謝謝主席 本來市民對沙中線是很高期望 當然現在一直延遲開通 真的令人失望 不管怎樣 剛才你們也介紹過 沙中線 估計要到2022年才可以全面開通 其中當然剛才你說 關鍵會展站和金鐘站的建設的進展 另外也牽涉到最近東鐵線受到嚴重破壞 尤其是信號系統 我第一個問題想跟進一下 因為這也牽涉到整個沙中線 是否真的如期在2022年開通 現在大學站一帶 其實那個維修進度是怎樣 估計會何時可以解決 可以處理到這個沙中線 可以開通 包括信號系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才提到 你們說明年首季 做團馬線第一期應該可以開通 現在正在做測試和營運的安排 我想了解一下 其實整條線的員工編制聘程 是否已經完全完成了 只是請了團馬第一期那段 那個編制是怎樣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麻煩你 請政府代表 請港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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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修復 能夠幫助能夠重新做很多裝置 在這個站內 18 Now 跟著再說 在下一個討論的議程事項上 還有我們也要修復那個項目當中的 剛才的秘書長所說 我們有很多破壞了信號的電纜 以及我們要重剩 35公里的電纜 我們要重新鋪過 要用多少時間呢 這些工作一定要在沒有車行走的時間做 所以我們面對這個挑戰 因為營運 我們需要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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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優快的時段 譬如說在行車 甚至非行車時候 都有不同的維修工作要做 所以是要平衡的 我們現在做到的評估 就是我們希望 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這個生活工作 以及能夠在2002年都能夠 全朝鮮可以啟用的 James是否可以補充 基本上來講 屯馬線第一期這三個站的 員工我們已經是就位的 也都完成了這個員工的培訓 以及這個演習 其他有關車站的服務的安排 因為除了這三個站 我們還有兩個站 也都是移交給我們營運部的同事 他們也是有這個員工 在接管這些其他 東西線的其他車站 下位毛孟程議員 謝謝主席 我發覺港鐵 你講自己的問題是非常虛偽的 之前紅磡站很明顯是出了很大的工程 或者是你賴翻設計的失誤 打死不認 扮作若無其事 你看他的文件 用了一些字眼 說現在是用更精密仔細的結構模擬系統 真的 然後你看他的圖畫 事實是 紅色、藍色、綠色 紅色就是講那些枯筋 要再做好它 然後藍色這些點點 就是螺絲帽 記得嗎 要接駁 然後這裡整抽 綠色點 就是說是那些施工的連接縫 真的好像沒有這些 你的感覺是整個站都會倒閉的 但他打死不認 只是說更加適合的設計 更加適合的措施 適當措施 他們說 你是邊商承認錯誤 但是就是用一些語言來包裝 非常非常辜負香港人的公帑 真的 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後面還有 你看這些點多到 藍點那裡是施工那些連接縫 我麻煩你 你真是 什麼預留的多少億 你是不是真的 那二十億夠不夠用的 你現在已經可以承諾 最多最多 我們上限這些現在這樣的 更精細的設計 以及施工 是不過二十億的 會不會這樣答應呢 是由哪裡給錢的 請問 我問了這個問題 好 請政府幫忙回應 多謝 我請廣鐵先回應 那個設計 那個設計方面 就是適當的措施 我們所說 我們是進行了非常小心 和細緻的 和我共同一起做的分析 你都明白 其實 主席 不好意思 Sorry I have to 我一定要 不好意思 是要插口 我是在問多少錢 我是在問多少錢 可不可以上限 可不可以說話 20億 20億是否可以做得到 是的 可不可以清晰一點 是誰給的 究竟在哪裏給出來的 好 這個問題可不可以有些 確實一點的答法 或有信心的答法 20億是否能夠包到底 搞得怎樣 是的 在我們中期的預測 我們是會撥避20億 大家講過了 我們會撥避20億 就講過了 其實那些適當的措施 是所需要的錢 是減少少少 所以我們是有信心 這個撥避應該足夠的 他現在承諾 20億是 多於足夠的 是多於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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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講法就有信心了 那麼 現在我們還有 最後一位了 我們就要畫線了 這個題目 好不好 最後 下一位 謝偉傳議員 三分鐘 多謝主席 沙中線的開通 一再延後 基於各個種種理由 當然其中一件事 大家都要關注安全問題 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想政府都認 或者特首大家的要求 去做這件事 令大家安心 當然他走出來的報告 大家我覺得要尊重 政府我也不希望 因為有些人沒有本身實際證據 去批評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建議 我希望政府對獨立調查委員的建議 可以小心地研究 看看是否可以採納 當然不一定照單全收 但是他們的建議 我相信都是在理據下提供的 這是第一件事我想說 第二件事 我希望提供的資料 即是實事求是 整個沙中線分斷開 這個屯馬線 首先在明年初 第一季開 我希望提供的數據 對現有 開了之後 現在這樣做 對現有的線路 的隔流量方面 在繁忙時間 那個影響是怎樣 因為你如果是開通了 令到現有更加擠迫 採取什麼方法去令到乘客方面 就更加可以暢順地使用地鐵 這個我希望提供你的資料 第三件事我看到就是整條線主席要開通2022年 因應最近幾個月 港鐵是很容易受到一些不守法的人去破壞 令到很多市民都搭不到 在這方面新的鐵路線或者站 有沒有現在還有機會在這方面改善一下 令到它沒有那麼脆弱 被人容易走入控制室 那整條線都沒有了 整個香港搭幾百萬的安全 就很脆弱地被人控制了 這方面可不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呢 謝謝主席 下一個 其實你這個題目 是下一個議程不可以討論的 或者我們看看部門集中回應你 上面那部份的問題好嗎 看時間 好 麻煩部門 我們在持續三分鐘 主席 三公線這個團馬線一旗開通了之後 是有個分流座 我請港鐵公司再一個補充 主席 有關我們團馬線一旗開通之後 我們是預計有部份的 現在東鐵線的乘客 由這個大維去九六 主席 我其實只是想拿數據 不需要講的實用沒問題 我要數據你可不可以補充 孫免 現在有沒有數據 就是客流量的變化 我們初步估計是有二十個百分流的作用 好 主席 我要求數據 書面 詳細這個數據 整體的客流會增長 怎樣分流 不同的時段 或者補充數據給我們小組 好 下一位 陳松泰議員 謝謝主席 我覺得有兩點 第一件事是要講清楚的 首先 為什麼人們會針對港鐵呢 其實你從沙中線這件事明顯見到 你警官的銅鑊灣被封堂會所 受到你影響 你又走去幫他 豪裝回太子 或叫補償 但是同一時間 就是在土瓜灣一帶 其實之前都爆過很多的樓宇 十幾棟 二十棟都有沉降被你影響的 你那個補償 可以搞到不拖不水 現在到現在的詳情 都未知道究竟他進度如何 這些口齒駁鼻 是告訴市民 這個就是你政府的問題 其次的就是說 我覺得是要清晰的 沙中線的延誤 明顯就是你工程有問題 還要當中有沒有人認識 有刑事罪行都未知 你就不要嚇嚇賴 就是賴到因為大學站 那裡的損位 配件要先放在那裡 所以接下來那邊就遲了 這些事情不要再說了 我覺得無謂的 這些說話越說得多 越激起市民的憤怒 我的問題很簡單 主席 我只是想知道 現在政府就說 那個調查委員會 能夠給他延後了那個報告 最後的報告提交日期 到明年的三月底 2020年的三月三十一號 但是在期間 其實政府有多次提過的 就是說 如果當中是有涉及刑事的成份 的話他們是會作出刑事檢控的 那我就想問的 就是說其實現在究竟 陳范你清晰 我講清楚 三月的時候 你接受電台訪問 你已經是講過 是會作出刑事檢控的 如果的話 到現在其實沒有相關資料 我就想問一下 究竟在調查期間 會不會作出刑事檢控 還是你要等到明年三月三十一號之後 才看看究竟會不會檢控呢 謝謝主席 有請陳法局長 多謝主席 至於剛才鄭議員 也提出一些事實 我也希望補充一點 我不是說 將所謂的責任放在誰人身上 但是正如我們港鐵公司 以至我所理解 和我們是路政處的同事 因為我們一條鐵路線 日間營運的時候 那個維修或者項目工程 是不可能進行的 所以只可以在這個 營運完結之後 我們的窗口的時間裏面 就容許我們的同事 一般來說 主要是做日常的維護工作 然後也是去做一個項目的 工作的推進 所以在這兩個工作的時間上 的確是有一個衝突 謝謝主席 好 下一位哥創成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對於沙中線 這個一而再再延三而延五 我想我自己是表示憤怒的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在看 究竟政府 怎樣去監管又在港鐵 去興建這個沙中線的情況 這個監管也是否真的 達到市民的要求 很老實沙中線 搞來搞去都是只有一個吉 坦白 一而再再延三而延五 只會令到香港人覺得 運防局或者下面的同事 究竟有沒有履行到 他作為政府去監管港鐵的角色 這樣起發的話 老實說現在你說 2022年很大機會開通 我自己都沒有信心 因為事實上你這樣退化 根本體現不到 你們真的怎樣去監管港鐵 局長我很想問你 現在既然米英煮成飯了 現在已經去到這樣的情況了 其實政府真的有什麼辦法 可以確保到 不要遲過2022年開通呢 剛才你從頭到尾 你都沒有告訴我 你政府有什麼可行 成為一個具體的措施 可以透過這一會 告訴香港人 你怎樣再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這是第一我想問的 第二呢 真心話說 就是那個分階段開通那裡 是不是可以再積極去處理 因為確實如果你說 剛才說的信號系統 也似乎各樣的都好 擺在眼前 只是說 你要提供一個很便捷的方法 給市民可以用得到 但是按現時去看 這個是遙遙無期的 那好不好 你告訴我 究竟你還有什麼方法 另外呢 我自己觀察看到 在皇大先段的那些站 基本上都已經是接近完成 或者已經測試成功了 究竟這方面又可以有什麼的安排 令到這些站可以盡快投入服務呢 就請局長 的而且確 在政府和港鐵公司裡面 在這個沙中線的推展 是非常之努力的 我們現在說的是 2021年的第一季 開通屯馬線第一期 屯馬線也都希望在2021年裡面開通 剛才我們所說的 2022年第一季 是說的是 沙中線的南北走線 就是說 由這個紅磡站 去到這個金鐘 這個是事實上 是因為早前 是有很多的設施 或者這個信號那個電纜 是受到這個損毀 所以變了是有所言 去到2022年的第一季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會是 就著不同的站 所有的設施 是盡量加股 也是聘請這個保安人員去守護 那麼在這裡也都呼籲 希望我們香港的市民 真是去愛護我們那個鐵路系統 不要再施意破壞 因為任何的破壞 其實對那個收復以致項目的推展 是有影響的 多謝主席 有什麼措施保證的 主席 不好意思我時間長很短 局長我希望能夠稍後 具體書面告訴我們 你聽在運防局 有什麼具體措施 可以監管港鐵 它接下來 是確保到 不要再遲過2022年開通 其實從頭到尾 我今天聽不到你說 你們有什麼Dorami ABC的措施 是確保到這件事好嗎 多謝主席 我也很同意柯創性議員的看法 就是有些具體有力的措施 就不只是呼籲那麼簡單 下一位梁志祥議員就不在席 是不是 再下一位楊岳橋議員 主席 其實沙中線就講了很久了 這個問題 現在就說2021到2022第一季 但是那個說法 就因為東鐵線受到破壞 好像說到沙中線開不通 就因為林鄭搞送中 引起現在社會運動過去半年 我現在想問 這個團隊精神 現在好像賴林鄭一樣 但是現在有些事實擺在這裡 你沒得推 土瓜環車站結構場 剪走鋼金 隱瞞流與煤氣出現沉降超標 匯展刮掘支撐不足 被叫停工 沉降超出標準 等等 紅磡站地底隧道滲水螺絲 沒有沒有移除保護室 月台工程被揭造假 月台鋼金被剪短 我只是將一些過去這麼多年發生的 用幾十秒說出來 我想問主席 是不是如果林鄭沒有推送中條例 過去半年沒有社會運動 我們就可以如期通道車呢 我想請局長堂堂正正答答 是 局長 多謝主席 我相信在這個鐵路市小組委員會很清楚了 整個沙中線項目的推展 由開始到今天 中間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這次匯報的進度 是說著 所有的事情出現了之後 現在由6月30日到9月30日的分別 分別就是說 我們這個沙中線、南北走線 其中有一段我們需要 是延至2022年才可以開湯 其他的進程 和6月30日的進度 基本上是並沒有改變的 當然我明白 楊議員他剛才所說的話 是有他的意思 但我也不便再作評論 多謝 我現在去問主席 局長的意思是否就是說 如果沒有這場運動 今次6月30日到9月30日的那些改變 是不會改變 是可以如期進度順暢呢 有請局長 主席 如果我們的鐵路系統不受破壞 我們的日常運作就不受影響 我們的項目的進度也不會受 我們今次所匯報的程度的影響 多謝 主席 那就是說局長的意思 其實就是說 如果不是有這場運動的出現 而這場運動衍生出來的一系列事情 就不會出現現在他口中的某種的言悟 那你有沒有嘗試跟特區政府說 叫他不要做那麼多傻事 不要做那麼多壞事 長運動不會出現 那就不會搞到那麼多言悟了 好 主席 你容許我講一句 如果是一個很假設性的選擇 如果如果 那我們也無謂去講究竟會怎樣 好 好 梁志祥業不在席 李慧琼議員 主席 我對於沙中線 一而再 再而三 再而四 再而五 延遲 是表示極度失望和憤怒 我其實真的不明白 我作為沙中線完善的居民 亦都服務這個區很長時間 聽到沙中線 一個原因 兩個原因 三個原因 四個原因 五個原因 去到現在 連實際是幾時通車 分階段通車 都是做不到 局長我認為 雖然有那麼多事發生 又發現古蹟 又各樣各樣其他事 但政府是需要負上最大責任 因為最實際的問題是 現在大家都見到 其實那些站已經建好了 過去你都不斷跟我們說 其實工程 特別核心工程 已經是九成幾員工 但現在還差了一點 為什麼要這麼長時間去開通 市民還是解不明白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面對現在這個情況 你們有沒有什麼措施 可以再想 去想辦法 因為現在鐵路是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 之前說分階段通車 是不是現在又已經取消了 為什麼不可以分階段通車 第三就是這些時候 之前都提過一些建議 你那些站 是不是可以開放給市民 去當是隧道用 或者其他的補償方案 有些巴士線的優惠 這些你會不會落實呢 謝謝 局長 謝謝主席 就著那個分段開車 其實我們以前承諾的 是實現著的 因為為什麼我們說 團化線的第一期 是在明年的第一季開通 所以我們說 剛才說的所謂言 是沙中線南北走線 那個就因為最近發生的事件 影響 或者我請我們的路政處處長 就著那個監管的工作 如何確保工程進度 作一點補充 因為剛才那個回答的時間 比較短 我們沒有說到 陳主席 對於現在我們監管這個鐵路公司 其實我們已經加強了人手 我們是有些同事 直接在工地裏面 跟這個港鐵公司 一起去監管那個項目的工程 另外我們會做一些突擊的檢查 就不會預先通知港鐵公司 在什麼時間 或者去看哪個部分 我們在每個月都會開會 跟港鐵公司 去檢視那個工程 有什麼問題發生 之前很多關注的 關於一些不合格的報告 或者一些關於交檢查的報告 或者一些RISC form 這一類的工作 我們其實在每個月的例會 都會檢視一下 究竟有哪些問題會出現 從而可以盡快把問題處理到 不會影響到工程進度 多謝主席 好 下一位黃碧雲議員 主席 主席 就是那個補救措施 和那些加固工程 就是要額外花多20億 是不是 那政府是有沒有信心 追得回禮頓 是搞回這條數 還有這個加固工程 是不是要叫禮頓做的 是 局長 多謝主席 多謝王爺 就著禮頓那個合約的責任 是跟港鐵公司的 香港特區政府的態度很清楚 就著九龍站所出現的事情 所需要進行的工作 九龍站 紅磡站 對不起 多謝 就著紅磡站的任何跟進工作 香港特區政府是不會付款的 那現在是禮頓自己找回帳的 這個我想請港鐵公司說一說 因為合約是港鐵公司 那現在做的工程 誰給工人出錢給工人 如果政府不找回帳 港鐵公司 可以 謝謝 謝謝 第三就是要局部開通屯馬線各方面的費用 我們現在考慮我們的權利是怎樣 但我們亦會對雷霆是追究責任的 根據我們和他們的合作 現在還未知道誰要付的 因為正在追究 但工程正在做 工程正在做的期間 是否港鐵自己付了錢呢 那些20億應該被傳承的 當然是 我們做的工作是說 我們現在在22階段會出資 其實是臨時的方法 我們也會對雷霆是追究責任的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要確保工程 那些工程我們是要 越快越成越好 令我們可以盡快開通的鐵路 方便收到市民 其實他會繼續追 我希望他會追到 因為如果是禮頓出事的話 就沒理由我們立稅人去結帳 我想問一下 現在是有些措施 是關於監管的措施要加強的 三分鐘 你很簡單 最後一個問題 那個RISC form 為何現在啟德 還是追不齊的呢 原本它應該有804張 為何只剩657張 即是你已經加強了監管 明白 差一點點 為何 何時會追到 會否追得完 主席 我們講一個audit result 審核結果 沒錯 我們是聘請了一個獨立的一個顧問 是做了這個RISC的audit 在現有的五個 東西線的五個車站 而有關其他方面 我們是找到有超過八成幾的一個RISC form 而其他的部分 我們也有其他的佐證 包括工地的紀錄 這些進度的照片 和一些施工的報告 是作為一個佐證 南美有的再追吧 好嗎 回覆我們的小組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主席 港鐵那個監管能力 有很大的問題 在紅磡站 展鋼根事件 其實都顯露了出來 但同時 示威的破壞 我覺得也沒有辦法推躺 所以剛才鄭松泰那些說 不要說示威 你沒有的 這個也真的破損了 損壞了我們 市民很希望 在現在已經在相病的港鐵 你又再雪上加霜 再插多幾東西 那就更加跪在那裡 這是事實 所以不要說兩樣東西 一起合起來 現在市民當然很失望 市民也很生氣 示威者就這樣打爛了港鐵 也很生氣港鐵的管理層 是紅磡站 土瓜環站 河文田站 市民打給我 他們說 可不可以確保 2021年河文田站 是不會延遲呢 第二 就是 你那個港鐵 那個管理 監管為什麼有問題呢 看著那個 如入無人之境 進去控制室 抓到被捕的示威者 有些是那個站長 那你那個港鐵的管理 究竟在去年 你們那個大家 已經是要求 嚴格去改善 究竟有沒有改善呢 有沒有調查 有沒有 有沒有怎樣去監管 呢 更加重要的 我們要關心的主席 就是究竟 整筆錢 你會超支多少 怎樣來拿錢 主席 我想局長和港鐵管理層 答不答我這個問題 好 局長 我們會和港鐵公司 就住那個項目的費用 達至一個理解的時候 會適時回來 以會解釋 那我請港鐵公司 就住 剛才梁議員所說的那個 是保安 加固 和怎樣是防止破壞 做一個保重 不是 主席 我要求知道 超支是多少 因為他刑警 他今天刑警好像是十六億 他會計算出來 因為這是破壞 我們其實接受 明白你 這家是更加困難的 這個大家有眼看的 市民好雪糧 每天這樣撥爛它 你這頭撿完那頭撥爛它 但除了錢 還有工人 我知道工人容易請的 捉襟劍爪 捉襟劍爪 補得這東西 撿回那個東鐵 那頭 你又要再起 根本就不可能 那現在究竟超支會有多少 你工人請不請到 怎樣來立法會 拿錢 所以梁議員留下時間 給港鐵回應 好嗎 超支超幾多 其實之前講過 港鐵都再講清楚 好嗎 如果港鐵是修復的 破損方面的 我用下一個議題會講的 但我想講回其他問題 關於我們開一個新的站 我們和政府做了一個 保安計的新站檢討 你決定我們還要做些什麼 在我們開一些新站的時候 他們是更加安全的 主席我就是要求 他沒有回答我 你知道我很清楚的問題 就是預計超支會有多少 包括現在被人撥爛了之後 人工人力 你怎樣解決 其實之前他說過20億 但是20億是否真的有信心 正如剛才剛才所說 是有信心可以搞定整個沙中線 怎樣來拿錢 是不是就是來這裡拿錢 不是20億 2230億 純粹洪欣賺 是一個 梁美芬議員 你說整個沙中線 不是只有洪欣賺 如果他即時不能回答 我們也要給我數字 但是我很清楚一個問題 你們現在管理層 就是整個計劃 除了梁美芬議員的問題 除了洪欣賺那20億 整個沙中線會不會再超之超 我不是只是問紅磡站的 我只是說整個package 2021河文田站有2022沙中線 局長你再簡單講講 剛才我可能講得不清楚 我再講一次 林議員的意思就是說 整個沙中線項目究竟超支的數額是多少 我剛才也講得很清楚 其實我們是和那些公司正在仔細計算當中 一有一個是共識的時候 我們會回來議會向大家匯報 好有數就盡快回應我們小組 還有下次會議再會跟進的 好那我自己的問題就是 其實沙中線就是體現到 現在的鐵路營運的模式 就是服務經營權 都是我自己覺得是千瘡百孔的 由這個延誤超支工程 甚至乎很多人形容是偷工減料的情況 導致公眾大恐慌 通車也無奇影響到正常的運作 我想問政府是否覺得現在這種服務經營權 是有很大的缺失 特別在管理上面 好像是幾重管理 刑辦商 他自己本身的管理制度 港鐵 他是作為監管者 他收了監管的費用 但是路政署又看著他 究竟是誰管呢 最後沒有人管 好像沒有人管 最少公眾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政府是否真的會非常檢討 這種服務經營權 將來也不要再用了 既然這麼煩 而且是家床碟屋 用回以往的擁有權的方式 或者是物業發展家鐵路的方式 可能是更好呢 政府是否有沒有這樣的思路 謝謝主席 局長 謝謝主席 就著引用這個服務經營權的模式 去發展鐵路項目 我們也是就著這個安排 會進行檢討 因為這個在過往我們鐵路項目的推薦 這個也是比較少用的 但是視乎和看回最新的情況 我們會嚴肅去檢視 多謝主席 好 進入下一個議程 就是第四項 港鐵應對大型活動的措施和車務安排 請大家參考 立法會文件 CBQ415319-2020 第五和第六號文件 政府當局 港鐵應對大型公眾活動的措施 提供的安排情況 好 提一提大家想發言的就先按鍵 嘩 一旦就12個出來 我知道 潘少爺是慢了一秒鐘 已經是 第一下就已經是12個了 我讀一讀一次 鄭松泰 楊學橋 范國威 黃碧 雲瑤 詩榮 周浩鼎 毛孟靜 梁美芬 林卓廷 朱凱迪 譚文豪 何啟明 潘少平 左庭 我們爭取時間 有請局長 好 我們精簡一點去簡介 我留一點時間去做題文 好 多謝主席 主席 至今年六月以來 香港持續出現大型的公眾活動 部分的活動演變成為暴力的衝突 對港鐵服務帶來嚴重的影響 不但港鐵前線職員和乘客受到襲擊和滋擾 近月港鐵網絡也有超過90%的車站 是持續受到暴力破壞 我們說的是140的車站 包括損壞車站設施和路軌旁的訊號裝置 企圖巨開路軌 將大型的雜物拋入路軌的範圍 衝擊車站控制室 向車站出入口及列車 是投擲汽油彈和縱火等等 對港鐵財物造成嚴重的破壞 總總激烈、暴力和違法的行為 妄顧港鐵前線職員、乘客及附近人士的人身安全 更對公眾以致鐵路安全構成危險 及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政府對於此等情況感到極度憤慨和痛心 亦予以強烈譴責 鐵路安全至關重要 政府監管港鐵公司提供鐵路服務的大前提是 鐵路必須能夠安全運作 在過去一段日子 港鐵公司及政府相關部門 包括運防局、運輸署及警方 一直密切留意公眾活動的情況 並作出全面及仔細的風險評估 以採取合適的措施保障乘客、職員及鐵路安全 大家都會理解 在很多時候面對突發的緊急情況 或者持續升級的暴力事件 港鐵公司不得不在短時間內調整服務 包括列車不停個別車站、關閉部分車站 在多個車站遭受攻擊而暫停鐵路線的運作 甚至提早結束整個港鐵網絡的服務 政府必須重申過去多月因應公眾活動 或者突發情況而作出的特別安排 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 目的是保障乘客、港鐵職員及鐵路安全 有關的決定是經過全面評估安全風險後 最適當的安排 由於車站設施持續受到嚴重破壞 縱使港鐵公司維修團隊徹夜進行復收 部分車站及設施仍有待收復 其中大學站所受到的破壞尤其嚴重 現時仍未能重開 而至十月起 除了機場快線之外 港鐵公司晚上需要提早結束全線列車服務 爭取時間進行復收 以及減低安全風險 回應港鐵公司最新的復收進度 加上政府部門與港鐵公司在進行風險評估之後 港鐵公司已經在這個星期起 回復平常服務時間 在此 我感謝港鐵公司同事日以繼夜的努力 盡力在安全及可行的情況下 為市民提供鐵路服務 為了保障乘客及港鐵職員的安全 港鐵公司已增加車站保安人員及相關的人手 亦都已經為多個車站增設及加固多項設施 以加強車站保安 港鐵公司亦正檢討車站長遠的保安及應變安排 以確保鐵路安全 相關政府部門會繼續與港鐵公司緊密聯繫 並要求港鐵公司作出相應的安排 務求將公眾活動對乘客造成的影響減到最低 以設實保障鐵路運作安全 主席 港鐵網絡每日接載數以百萬計人次 是香港市民主要公共交通工具 然而近月在港鐵車站周而復始 不斷升級的暴力行為 不但嚴重破壞港鐵資產 危害乘客及員工的安全 更大規模影響港鐵服務 直接妨礙市民的日常出行和生活 我再次呼籲大家回歸理性 珍惜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統 特別是港鐵的網絡和設施 不要做出違法和危害鐵路安全的行為 事實上 看似平常不過的鐵路服務 不來不移 政府部門和港鐵公司會繼續以安全為大前提 不時檢討並採取合適的車務安排 一方面為市民提供服務 另一方面確保公眾和鐵路安全 我現在請港鐵公司講解一下 公司在應對近月持續的公眾活動的措施和車務安排 多謝主席 港鐵是遭受到四十年以來最嚴重的惡意破壞 而所遇到的暴力程度是由八月起更加不斷升級 我們可以由相片那裡看到 鐵路系統是被嚴重破壞的 而這些破壞是令到很多車站要臨時關閉 而鐵路線亦都要暫停服務 這些艱鉅的挑戰在我們營運了鐵路四十年以來 是前所未有的 而經過同事日以繼夜的努力 由今個星期一開始 也是整個鐵路網絡、輕鐵和港鐵的巴士 都已經回復正常的服務時間 目前還有這個大學站在復修 大家都知道大學站被破壞很嚴重 而所有的設施是差不多爛了 而整個站是近乎要重建的 但是我們是急市民所急 我們是全力搶收 當必要的車站營運設施 是符合了安全的要求 車站就可以局部使用 而我們是希望能夠 在這個月底之前 是局部重開這個大學站的 而到時呢 大學站個別的出入口 可能仍然都是停用的 而有部運設施也都未能夠使用 而乘客所以需要較長的時間 排隊出入車站等等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我想強調我們車務團隊和公司上下的同事 一直都是懷著一夥服務公眾的心 我們盡最大的努力為乘客提供安全的鐵路服務 在過去六個月所面對的持續破壞的行為 是不單對港大的乘客 港鐵的職員和鐵路系統 是帶來了很大的安全風險 亦都廣泛影響到我們的車務運作 更加令到車站的前線同事 和維修的人員是疲於奔命的 我們是要感謝我們的同事 尤其是車務和維修的團隊 以及港鐵的承辦商 是一直緊守崗位加班工作 日以繼夜是復收受破壞的車站設施 務求盡快恢復服務 他們發揮了專業精神 為市民大眾服務 而公司的管理層也都深深體會到 在這幾個月以來 同事的處境和感受 或者我就想找我同事 車務營運總管黃坤衛 可以和各位議員和主席 交代幾個月的車站破壞的情況 和我們在大型公眾活動期間的 車務安排的原則 好,謝謝AD 主席,各位議員早晨 首先我想交代一下 在公眾活動期間 設施受到破壞的情況和一些數字 截至12月3號 在我們所有的車站裏面 有超過九成的車站受過破壞 而在94個重鐵線的車站裏面 有85個曾經受到破壞 輕鐵方面 68個輕鐵車站 有62個也曾經遭受破壞 在幅相片看見 其實很多車站的大堂出入口 玻璃幕牆 甚至有些行駛之中的列車 都曾經遭受過頭摘汽油彈和縱火的破壞 單單重鐵也有超過140次 另外輕鐵也有超過20次 年月來 也經常有列車的車門遭受不同程度的阻礙 導致列車服務受阻 甚至需要暫停服務 其中在8月5號 我們有大量的列車 在早上的繁忙時間被阻礙開出 亦都導致了8條的重鐵線 之中有多個路段 是曾經一度同時要暫停服務的 大家可以看到 大量的鐵路設施是遭受到縱火和破壞 其中車站、路軌 以至列車的設備幾乎是無一行免 包括了入閘機、月台幕門、 車站出入口的玻璃幕牆、閉路電視、 一些售票機、增值機、 甚至列車、架空電纜等等 這些破壞其實有不少 正當我們運作車站和列車的時候發生 當時其實破壞的時候 亦都有乘客在身邊 這些對乘客和鐵路的安全 是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而近期被破壞得最嚴重 就是在上個月在大學站附近 包括了車站的設施、信號系統的設備 甚至停泊在車站裡頭的列車 都被人持續多次地破壞縱火 亦都被雜物去堵塞路軌和投擲汽油彈 大學站的損位程度是前所未見 維修團隊現在還在努力著 我們會積極地加快復收的工作 在整個鐵路網絡復收方面 我們亦都面對很大的挑戰 同時每日利用收車之後 有限的時間去復收設備 但在車站其實在過去幾個月 是接二連三地受到破壞 有些車站設施剛剛好 就又再被破壞 大大增加了搶收的難度 而零件的需求亦都急升 替補的零件亦都嚴重短缺 我們需要等待原廠的製造商去製造 和運送來香港 輕鐵線原線的破壞亦都非常嚴重 輕鐵是開放式的系統 其實車站和路軌的設施就在路邊 很多車站被縱火 亦都多次被破壞 而其中有些路軌是更加被塞入碎磚 是灌上石屎 甚至是被鋸開 有一段時間 我們收車之後 基本上每一晚都被人破壞 在安排復收方面 亦都要非常謹慎 因為開放的系統 如果員工在那裏做復收的時候 他們人身安全 我們都要很謹慎地處理 另外由於輕鐵部分路軌 其實是和馬路共用的 部分在馬路交會處的紅綠燈 亦都被人破壞 除了引致了比較嚴重的擠塞之外 其實司機去過這些路口 亦都要隔外小心 要好用慢速過 亦都影響到輕鐵整體的行車時間和服務 我想強調 港鐵公司首要考慮 是確保乘客、員工和鐵路系統安全 去為市民服務 就每次大型的集會或者遊行 我們都會進行風險評估 包括和警方和有關的政府部門 保持緊密的溝通 我們會在情況許可之下 盡快透過傳媒和我們的手機應用程式 和其他渠道去通知乘客 我們在公眾遊行和集會期間 是會按情況去調整列車服務的 包括列車不停某些車站 關閉部分出入口 甚至整個車站 如果有些路線 有很多車站接連受到攻擊之後 我們有時需要暫停部分露亂服務 甚至提早結束服務 目的是為了保障乘客、員工和車站鐵路設施 避免再受破壞的風險 員工是港鐵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很不幸 部分公眾活動之中 港鐵的職員是遭受到辱麻 甚至是遇襲受傷 我想強調 港鐵職員緊守崗位 為市民服務 是不應該成為被發洩不滿的對象 為了保障員工的安全 我們成立了員工安全辦公室 積極地去研究 和落實一些安全保安的措施 等同事能夠安心工作緊守崗位 當中包括了提升員工的保護裝備 以及加固車站一些保安的措施 另外我們也增派了保安的人手 也都成立了負勵特勤隊 去專責處理一些和投票 或者負勵執行有關的一些情況 我們也都為同事和他們家人 設立了輔導熱線 去舒緩前線同事的情緒 現在我將時間交給Eddie 多謝Sammy 希望大家明白 當然在安全和方便 這兩者所取捨 我們一定會選擇安全 所以我們因應可能出現的風險 是要提早關閉車站 甚至鐵路網絡暫停的服務 為乘客帶來的不變都是不得已的 我們也都非常感謝港大的市民的包容和理解 我們和很多香港人一樣 對於過去幾個月 所出現的暴力的場面感到痛心的 港鐵公司是以香港為家 四十年來香港人是一起成長 而作為負責任的鐵路營運者 港鐵公司是會繼續堅守崗位 服務市民 加強車站保安和車站的應變安排 是務求將公眾遊行和集會 對於乘客所帶來的安全風險 以及造成的車務影響是減到最低 我們再次感謝過去一段時間 員工的努力乘客的理解和配合 以及各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 我們的簡介到此為止 多謝主席 要求發言的議員現在都有十五位 那我呢十六位 那我就會在鄭松泰議員發言之後呢 我就會畫線的了 那大家都把握時間三分鐘 我會嚴格執行的 那請鄭松泰議員 多謝主席 那其實呢你說看回一些圖片呢 那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會覺得是痛心的 因為打爛東西的話 那我感固之然是大家看到的就是 本身好地地為甚麼打爛它呢 但是我想呢 主席你也看回文件呢 其實呢在文件的附件二呢 我們看到呢地鐵是受到所謂的就是叫做破壞的一個進 就是演變的一個進程 我覺得呢 所有事情都是七月二十一號 是開始的 你看回個表 之前呢 有些群眾的集會 六月十二號 十六號 七月一號 七月十四號 那些是平時因為公眾活動 所以可能要暫停某些的車站 去到七二一 那個描述輕描淡寫 原廣站發生衝突 車長沒辦法關門 列車停了 接著有人破壞消防的設施和入閘機 你看看你的描述 當日全世界都認為是恐怖襲擊 白衣人 黑社會 閱兵的何君堯 今天拿到這個政法大學的容譽學位 七月一之後 世界變了 八月五號 你說有人阻礙你的車門 你去八一一 八一一 葵方站 你記不記得 發生衝突 你寫發生衝突 當日是 一班速龍進去的車站 放催淚彈 對車站射催淚彈 你們不記得了這些片段了吧 所以我在這裡想說的一件事就是 這些事實陳述 你可以用這些字眼衝突 去描寫 當然 後面你都嘗試持平 你說示威人士 你不是寫暴徒 但是大家清楚的 一直以來香港人都是和平手法的 就是七二一 和八一一 我不是說要追購港鐵 但是你其實某程度上要承擔責任 七二一那天發生之後 你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八一一 警察進去放催淚彈 你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然後後來還被傳媒揭發 你後來去暫停那些列車時間 即後面那些提早休班 休息那些 可能是和警方涉及有關的 由警方直接看到這些電視去指揮 又神奇 主席 11月24日 區議會選舉之後 沒事 就是你如果告訴別人 你不是受到政治的控制 都沒有人相信 市民就是生氣這件事 為什麼說你擋鐵 不是說只是你說 你是政府資產的一部分 而是說你本身就是為了政權 為了政治而服務 我沒有問題 楊岳橋議員 主席 整份文件你說安全 我覺得安全兩個字放在黨鐵口中 是不無諷刺的 你怎麼保障乘客安全呢 我問你 721 有黑社會入港鐵站 無差別攻擊市民 以後將來萬一再發生同類型事件 你怎麼保障乘客安全 831 有失控的警察進入地鐵月台 在列車裡面無差別攻擊乘客 將來萬一再發生 你怎麼保障乘客安全 又有再失控的警察 失控地向著地鐵站裡面發放催淚彈 你怎麼保障乘客安全 放完催淚彈之後 那些殘留物 遺留在地鐵站裡面的冷氣系統 你怎麼保障乘客安全 我就問你簡單 我給他們時間回答 你怎麼保障乘客安全 局長 主席 先讓我釐清幾個事實 第一 當在車站裡面發生暴力衝突的時候 我們明白港鐵職員是沒有相關的訓練的 也沒有相關的裝備或者法定權力的處理 所以他需要依靠警方作為執法機關處理有關的事件 以保障乘客和他們港鐵職員的安全 另外警方有權在任何公眾地方執法 當鐵路範圍裡面的執法工作 警方設有鐵路警區 也負責維持網絡安全的秩序 另外也要講清楚 港鐵公司作為公共交通營運商 是有責任配合警方執法和調查工作 而一直以來港鐵公司也與鐵路警區緊密聯繫 以維持鐵路處所安全 所以我相信就是說 鐵路公司它所做的工作合如其分 當然保障的安全我請鐵路公司補充一下 主席我在這裡停一停 我時間不多 局長說港鐵與警方保持緊密聯繫 保障乘客和其他我不說 我就跟你說721 港鐵有代表在這裡 7月21日晚上你有沒有找警方 你有沒有告訴他們 現在元朗站出現如此恐怖的情況 你港鐵做了什麼 有請局長或者港鐵代表 其實在日常運作裡我們都講得很清楚 我問你721你跟我說日常運作 主席只剩30秒 麻煩你不要浪費時間 港鐵公司是要與警察保持緊密聯繫的原因 因為每天有500多萬的人次乘搭這個鐵路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們照顧的人是非常多 是除了721甚至你所說的其他日子之外 鐵路公司是每天都要照顧香港人的安全的 就是唯獨是721沒有照顧到是吧 這個我想稍後有時間港鐵再議 下位范國威議員 陳凡局長、劉天成車務總監 你們好像警察4點鐘開記者會那樣 不是說事實也不是說事實的全部 是不會挽回香港人對你們的信任的 港鐵車站為什麼變得不安全 是因為港鐵的管理層 將港鐵超出了做公共交通營運商這個角色 扮演了政治工具 配合政府、配合警察 配合政府就做一個有實無明的宵禁 配合警察就將港鐵成為了遺暴示威者的角色 即六月頭、七月頭是沒有示威者是針對港鐵的 直到721 直到8月11號港鐵容許警察在攜坊站裏面發射催淚彈 直到8月24號大規模地去關閉車站 甚至影響了港大的市民、乘客 這個就是港鐵的領導層的責任 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當港鐵車軌沒有受到影響 只是車閘受到影響 為什麼陳凡局長、車務總監劉天成 是要有什麼理據 要提早去關閉這些站 造成這個銷禁 第二 有大量的片段證據 特別是10月8號上水火車站裏面 被市民發現了 有橋莊示威者黑衣人的警察在站裏面 警方都承認了 你們什麼時候交代、怎樣交代 有多少次被這些橋莊示威者的警務人員 進去站裏面 懷疑做一些插裝嫁禍、破壞站內設施的這些行動 有沒有CCTV去證明這些警察是清白 有沒有可不可以交代 什麼時候會將太子站裏面那些鐵幕 拆除、還原 給一個真正安全的車站給乘客 三個問題 主席 後請局長 主席 我相信大家對市的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分岔 第一 當鐵路的處所是受到攻擊 剛才我們第一節都說得很清楚 第三個項目 就是說我們港鐵的公司 需要在有限的時間去修復 請問有多少次容許警務人員進入站裏 橋莊示威者請答問題 有多少次 除了上水站 時間不多 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警務人員 是有權在任何公眾地方進行執法 多少次 在哪些站 對不起 是港鐵員工放他們進去的 多少次 有紀錄的 為什麼不交代 為什麼不交代 你說什麼放他進去 請問你 10月8日上水火車站裏面 有片段有市民做人證 拍到有橋莊示威者的警務人員 警方在翌日 即是10月9日 承認了他是警務人員 為什麼不交代 為什麼迴避問題 下一位黃碧雲議員 主席 我相信港鐵或政府 沒有面對 為什麼市民 有部分市民 這麼生氣港鐵 有這麼多人 要去打爛港鐵 這麼多的站 你們有沒有反省過 為什麼人家批評你 變成黨鐵呢 你自己看回 由6月去到7月1日之前 其實很多市民出行 遊行 你就無端端 停了 因為有公眾活動 你就停金鐘站了 6月16日 你就不停銅鑼灣天候了 然後7月1日 灣仔站和中環站 你又突然間關閉了 那天我 我就是剛剛在中環站 上了車之後 上了港鐵列車之後 關了門 然後你就突然間宣佈 說不停的了 由中環到灣仔都 然後我要被迫去到銅鑼灣 然後走回頭去會展現場 出席這個慶回歸的酒會 那你全部阻止了那些人 不讓人去遊行嗎 那你這裏 是不是就是你港鐵 自己本身政治化了呢 這個是交通工具來的嘛 你都不是為市民服務的 市民究竟是出行也好 遊行也好 他什麼目的都好 你應該載他們去行 你不應該問他們目的是什麼 現在你就預計了 原來有公眾活動 是不是警方叫你就停殺他 警方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是不是政府都不想那麼多人去遊行 所以你就飛了這站 你要解釋這個 即是你們的決定才行 那時候是完全未出現襲擊 港鐵破壞的 好 局長 請劉天成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的提問 其實我們做這個 知道營運 其實盛客 還有員工和系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所有 你一百萬人上街遊行 二百萬人上街遊行 個個光顧你港鐵 送錢落你的銀包 你幹嘛會飛站 你幹嘛現在要停掉它 那時候沒有破壞的 你說說是不是港鐵 不想市民去遊行 請容許我繼續說 所以我們其實任何的車務的調動 包括臨時關閉一個車站 首要的大前提的考慮 都是確保這個乘客 員工的安全 我說回譬如你用一個例子 可能在一個大型的活動的期間 有一些車站可能要突然間 臨時關閉 這個是迫不得已的 因為當一個車站 誰逼你 因為當這個車站 是有一些不安全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我們是不可以 是將 怎樣不安全呢 將乘客 帶到一些不安全的車站那裏 所以其實最終 都是要顧及乘客的安全 你認不認你是打壓示威遊行 下一位姚思榮議員 多謝主席 暴徒這幾個月 打爛破壞我們的車站 嚴重影響我們市民日常生活 應該譴責他們的行為 而我們議員 不應該幫暴徒解釋 為什麼他們這樣做 這樣只會造成暴力 助長他們的嫌棄 我希望我們作為議員 想一想 造成這樣的破壞 為什麼還在想很多理由去譴責政府 甚至譴責警方 我不明白為什麼 另外 這些受壓的員工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一受到破壞 或者是車站被破壞之後 他們都很快能夠維持正常運作 維修液很辛苦 都盡量安排正常運作 在這方面 我覺得我們向這些員工 是表示敬意的 至於我問的問題 就是說 現在的情況很明顯 保安是有問題的 在港鐵方面 他們總結以往的經驗 有沒有加強人手 甚至一些保安 出現一些輕微的暴力行為的時候 他們能夠及時阻止 在這方面 有沒有做一些補救措施 另外在情報收集方面 你們有沒有 有些專人了解 網上的一些破壞 的一些準備 的一些信息 跟警方保持一個緊密聯繫 使得這些破壞行動 能夠在發生之前 有個準備 這個預警的安排 兩個問題 局長 劉天成 總監 多謝主席 多謝姚議員 你對於我們同事的回應 感謝你 那麼 我回應 首先 在這個保安方面 我們其實都因應 這些大型的活動 我們都作出了一個短 中長的措施 那麼短期的措施 就是當有大型的活動 的舉行的時候 我們都會在車站那裡 加派人手 還有 也是加派了 我們的保安的承辦商的員工 其實在最高風險的日子 我們加派的保安員 是超過一千五百個的 這個是短期我們會做的 而在中方面 我們也都是 將我們那個車站的設施 都陸續 將那個保安的加固 完成 那麼目的就是希望 如果是高風險的時候 當那個車站 需要臨時關閉的時候 那些人士 是不能夠輕易地 再進入我們那個車站 而這個長期 我們要整體性去看回 整個系統 如何能夠 如果再有這些 暴力的事件 將對於乘客的影響 減到最低 下位周豪定義 謝謝主席 連續幾個月 那些暴徒大肆地破壞 全港各區的港鐵站 很多的港鐵站 是爛到不堪入目的 我覺得我們也絕對 不應該去幫這些暴徒的暴行 去合理化他們的行為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說 打到那些港鐵站這麼爛 的確 最終是那些staff 那些前線的員工 去不斷疲於奔命地去復收 大家真的可以想一下 那些staff是做得多辛苦 趕著去疲於不命地去復收 我想這方面 我們都應該要有同理心 去考慮這個情況 我就想問的問題 自拍來就是 這幾個月以來 那些港鐵站 是有很多打到要封閉了 那我就想問一下 自拍來的時間 你們對於各國港鐵站的 加固和保護 雖然我看到文件裡面說 已經有增加人手了 但是我想問一個地鐵站裡面 可能你們的評估比較清楚 某些比較核心的設施 可能要特別加固 去進一步保護它 等到那些站 沒有那麼容易 有機會可能 被人作進一步的破壞 那這個第一點 想你們聽聽你們的回應 第二呢 我就想問一下局長 過去這些港鐵站 被人打到爛了之後 那當然我們知道 港鐵都有安排一些接駁巴士的 但是我們都看到 始終路面的交通 也都不是說真的那麼理想 過去也都有見過 一些情況下 安排一些水上交通 在一些不同的區分行使的時候 那我就想問一下 局長會不會考慮評估一下 如果將來再有這麼大型的 打爛港鐵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會不會考慮多一陣 就是直接改用一些 安排一些水上的交通去接駁往來呢 因為有其他區已經 我們見到有這樣的嘗試 那會不會可以一個通盤的安排呢 謝謝主席 局長 或者我先回應了周元那個 那個路面交通 在如果 其實因為這個是假設性的問題 不過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 也有試過實際的情況去考慮 如果是撤殺可行 也都對公共交通服務有幫助 我們會考慮適當的措施 或者我請這個港鐵公司 就住那個加股和保護 做一個補充 多謝主席 多謝局長 多謝周議員 提出是非常好的 我們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做的 尤其是一些車站的核心設施 我們會更加落實我們那個保安的工作 那譬如在這個入閘機那裡 我們在這個人手的偏配那方面 都是在那方面加強的 那當然仍然就還有一些設施 譬如可能是軌道方面的設施 我們都加強巡查 好 毛孟靜議員 謝謝 那說港鐵的設施受到破壞 事實是有的 但是大家要記得 真的直至到8月20號之前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大事故 是之後有北京官媒人民日報 就批評港鐵說你們是 是不是接送 接載那些所謂暴徒 之後大家就看到港鐵對市民的服務 是大幅改變的 你剛才是很刻意地提到大學站 我覺得又是不盡不實 當然是受到嚴重的破壞 但是因為警察攻打中大 那裡的大學生 又或者是其他的示威者 為什麼無端端會去破壞大學站呢 你不可以倒果為因 而第三就是我們多的時 新聞的圖片和畫面 是看到很多站 落了閘之後 裡面有穿黑衣的人 仍然在進行一些破壞的行動 是非常古怪的 他剛才是解釋不了 只是說警察 或者是他們穿了黑衣的便衣 是隨時出入 他好像沒有紀錄一樣 你究竟有沒有紀錄 這是我的問題 有沒有紀錄 最後就是831的時候 簡直有市民和香港電台 說得很清楚的 太子站不讓他出 不讓他入 叫他搭列車去油麻地站 在油麻地站 他問港鐵的職員 上班沒有警察的了 沒事的吧 沒有 上到去即逮捕 有沒有搞錯 你現在就說乘客安全 現在叫你擋鐵 這是很不堪的一個稱謂 你們怎樣回應我 是兩個問題 第一 就是究竟警察出入 不論便衣 穿正式制服 你有沒有記錄的究竟 第二 就是擋鐵 你是怎樣回應呢 這個稱謂 再請局長 我請港鐵公司回應 毛議員第的問題 多謝主席 多謝局長 我都將這兩個問題 都稍微回應 大家明白正如局長所說 我們在鐵路署的所裡 治安一向是由警察負責 如果大家看回國際的標準借鑑 其實港鐵一直是世界數一數二 是低罪案率的鐵路系統 這些都是有賴警方 在鐵路範圍維持治安 而我們鐵路警區每天 其實都有警員在我們的車站巡邏 以及駐守 第二 就是講回我們車務的安排 其實我們做了三、四十年的鐵路服務 其實都是以安全第一為目標的 所以任何車務的調動 關閉車站 以及都是以乘客員工的安全 是為重要的考慮 而我們公司每一位員工 都是本著服務公眾的心 秉承鐵路人的宗旨 盡力維持安全的鐵路服務 多謝主席 局長有沒有簡點補充 我只是補充鐵路警區的問題 警察在一個鐵路線上維持秩序 和治安基本上是全世界都一樣 林卓廷議員 主席我申報我是721站內的傷者之一 亦都有民事訴訟進行當中 那我就問回721的問題 剛才局長說得很動聽 就說警方是有鐵路警區 會維持鐵路和乘客的安全 港鐵又說安全是首要的任務 警方亦都會維持治安 我們看看紀錄吧 你們的營運總管鄭群卿 在721事件之後接受訪問 他就說在當日10點47分 就已經報案 就指西鐵站出現這樣的衝突情況 其實就是那些白衣人 無差別恐襲市民的 那我想問問你 總監啊 你做了鐵路營運幾十年 那麼多乘客在站裏面 被那些懷疑黑社會慈械襲擊 你們兩分鐘報案 他這麼久都不來制止 那你會不會譴責警方縱容這些暴行啊 局長 不是我問總監 局長 我要給局長再Pass給總監 局長 多謝 請港鐵公司回言 多謝議員的提問 我想大家都要明白 警方一直都要負責 這個鐵路的治安 那他有沒有做好這個責任 你的看法 你是那個受害人 所以當這個鐵路的網絡 出現一些嚴重突發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是會聯繫警方的 我們… 你沒有回答問題啊 總監 你直接回答我吧 你會不會譴責他 你會不會對於警方沒有做好保護 你站內的乘客 站內的職員 站內的設施 你感到失望譴責他 會不會 會 我不會 就是這麼簡單 主席 局長你回答 OK 不緊要你回答 會不會啊 你會不會譴責啊 會不會失望啊 主席 容許我講兩句 我也有留意新聞 也有看電視 我知道林毅當晚在 也都是… 你直接回答吧 我只有三分鐘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知道 警方和警務團隊 也有事件交代了 是當晚有警務人員在現場 由於調查… 調頭走嘛 在現場 仍然 因為他解釋了他的裝備 我相信大家 接著幾十人來到 都調頭走啊 你有沒有看片啊 陳范 主席 我想因為有關的調查 仍然在進行中 我不便在這裡再多加評論 我明白 即是警方做壞事 你就不評論 其他的示威者破壞 你就不斷譴責 你是不是在採取雙重標準啊 陳范 主席 我相信 現在對此的看法… 你讓他先回答吧 但是… 無論如何都好 任何暴力 我都不會接受 多謝 潘兆平議員 主席 主席 鐵路安全至關重要 這個大家都要認同 當然這次事件 就那個損壞程度 剛才港鐵也介紹過 相當之多的站 受到破壞 我不知道一初步 有沒有評估過 要用多少錢來做收復呢 第二個 當然 剛才也有提及 員工是港鐵的最重要資產 在這次事件裏面 事實上 剛才也有提及 前線員工在復收工作裏面 疲於奔命 在維修裏面 日夜港工 另外 站裏面的同事 我想了解一下 究竟在這次事件裏面 有多少港鐵的員工 受到受傷 第二個 剛才也有提及 你們說 會設了一個員工安全辦公室 對一些裝備 一些安全的措施 你們提出來 當然我知道你們也有聽 工會的一些意見 對一些車廠的加強 遺難和家人手的保障 我想了解一下 整件事件 這次港鐵 增加了多少 和保安有關的人手 第二個 就是在所謂員工安全辦公室 現在還有甚麼措施在研究 將會落實 至於還有一樣 我當然看見文件說 有一個特別加許獎 我相信這是你們在這次事件裏面 提出一個這樣的安排 我想了解一下 這個加許獎有甚麼內容 究竟是有多少 獎項是怎樣的安排 麻煩你 有請局長 請港鐵公事部長 好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 多謝局長 首先 我們 直至到11月底的那個估算 我們有關的車站的設施的復收 以及更換的費用的金額 大約是5億元 而這個估算是未包括一些 現在還在計算的資本性的投資 或者我想麻煩蘇總監 說說那個特別加強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的提問 剛才議員提到 我們非常重視同事的貢獻 所以除了我們一些行常的激勵員工計劃之外 其實我們是設立了一個額外的加許獎 其實視乎相關的同事是有沒有直接 或者間接是負責應付最近一些這樣的挑戰的呢 我們是會每個月是有額外的二千元的額外的加許獎 給這幫同事的 其實平均每個月過去的幾個月 有大約八千名同事是有這個額外的加許獎的 有有沒有受傷人數 因為這次事件 或者是員工人數 員工的安全我們是最重視的 在期間是因為有些暴力的事件發生 員工也有些預襲的情況出現 我們有超過十個員工曾經預襲 是因為這些大型公眾活動的預襲受傷 我們公司亦都給了不同的安排或跟進 令到他們能夠好好地去康復 何啟明議員 謝謝主席主席 首先我向我們港鐵的前線同事致敬 因為他們在守護著我們整套的鐵路系統 我們工會反映給我們聽 其實我們現在的同事 其實都仍然受到很大的壓力 他們穿制服出街都不敢的 所以我想問究竟現在第一 我們港鐵究竟現在警方拉動的一個 是破壞港鐵設施以及重貼和輕鐵的人 究竟數量是他有多少呢 我們港鐵是否會對他們進行一個民事殺傷 去追回我們這五億元的損失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們的港鐵在這六個月以來 確實我們見到是一個很脆弱的系統 來講真 原來我們用一些垃圾桶 或者一些三角桶都已經可以破壞到我們的系統 在橋上扔下去就已經是 或者我們要延誤癱瘓港鐵 其實只要找幾個人塞住道門 甚至打開後面的逃生門 就已經可以是拖累到整個鐵路系統是癱瘓了 那究竟我們的港鐵同事 甚至我們的政府部門 是否可以怎樣協助到 協助到做得更加好 去保障我們整個鐵路系統的營運呢 因為局長下個星期一 又有另一場人又要發動一個所謂的三霸 他們不像法國現在正在做罷工的 法國罷工是那些人全部自動波 是真的罷工是不上班的 現在我們是被迫 市民是被迫罷工 因為你搞到大家都不能上班 所以我們怎樣去應對 我們會不會是當我們是否下個星期一 我們鐵路系統如果又受到襲擊的話 我們是否有些甚麼設施 是否可以更加快速的應變 可以對付到這些所謂的三霸呢 謝謝主席 局長 就著那個拘捕人數 以及怎樣加強保安的秩序 我請港鐵公司回應 總監 多謝主席 多謝局長 多謝議員的提問 首先或者我也想回應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就著這個公眾大人的活動 看到我們的保安方面要提升 我們無論是出入閘口 或者包括我們有一些樓宇等等 這方面我們都要加強的 還有我們在這個保安的人員的數目 在這方面我們都要作出一個檢討 我們也都短期在這個大型的活動 也都加強了很多保安員在這方面 至於有些左門的地方 其實我們在這個繁忙時間 我們接觸的人是非常多的 其實我們每天五百多萬的市民 是用我們的鐵路系統的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很希望 所有人士都愛惜這個系統 也要顧及到其他使用者的方便 千萬不要做出一些不好的行為 好 下一個到我了 其實我也很佩服有些反對派議員 那種指鹿為馬 倒戈為恩的能力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提到大學站的破壞 說成是警方攻入中文大學 其實眾所周知那天有一群暴徒 我相信相當一部分都不是學生 霸佔了中大二號橋 就丟了很多雜物 去那個路軌那裏 破壞電纜 令到整個東鐵癱瘓 也令到整個吐魯港公路癱瘓 警察需要去執法 奪回二號橋 那件事是很清楚的 之後有些暴徒 不知道為什麽 他出於什麽原因也好 就破壞了整個大學站 令到大學站都是滿目倉儀 我想問的問題 我們想回一件事 我問的問題 其實這次破壞港鐵 很多都是在行人天橋 或者其他高架橋 橫跨這些鐵路路軌的 我想了解一下港鐵 有沒有做過這方面的統計 就是橫跨鐵路路軌的天橋 分別是重鐵 也好可能要分開統計 重鐵和輕鐵 這些路軌上面的天橋 可能會再被人扔東西 破壞的 不論出於什麽原因也好 將來這些天橋 會不會做一些優化的設計 譬如弄一個密封的蓋給他 那就扔不到東西下去 或者弄一個很高的欄杆給他 可能超過十幾呎以上 那就可以扔不到東西下去 港鐵 會不會在這方面做一些措施 防止我們的鐵路系統 在一些天橋上面 不論行人或行車 也好 讓一些暴徒破壞分子去破壞 麻煩局長 多謝主席 請港鐵先回應 好 麻煩Semi 多謝主席 也多謝主席的提問 其實在東鐵線 橫跨整個東鐵線的路軌 是有不少的行人天橋也好 行車天橋也好 我們也留意到在過去一段日子 在這些天橋上面 是惡意地把一些雜物扔下來 其實是大大影響了行車的安全 如果一些物件被我們的車 滾過的時候 是有機會嚴重的話 導致出軌的危機 所以我們都很認真地關注這些問題 其實在我們這些橋上面 我們都會跟政府部門一起保持溝通 其實有一些天橋 我們已經跟政府部門一起 去裝了一些加高了的一些圍欄 令到發生這些情況的機會 是減到最低的 但是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 大家要去珍惜鐵路 因為如果出現了一些 嚴重的安全的事故 是很影響城下的安全 而事實上 在過去東鐵線 因為有東西丟了下路軌 而導致到全線 甚至是半條線要停止服務 是影響了很多的乘客 我希望之後 你再可能有些統計給我們 究竟是丟了多少次 影響了多少班次和時間 報告給我們那個 是 如果在技術上可行的話 我們都會好像剛才講的同事那樣說 聯同政府部門包括路政署 運輸署等等 去考量一些合適的保護的裝置 圍欄等等 但是都要明白 有些橋 特別是行車橋 其實就有困難的裝置 這些措施 就算是行人橋 都要考量成重的能力 因此 就像剛才港鐵公司所說 我們當然希望市民 不應該在那些地方拋扎的雜物 但是我們會盡力加固那些措施 我們也嘗試事後可以補充一下 剛才所說的一些資料 多謝主席 剛才歐樂軒員剛剛就按了按鈕 但是就要告訴他 我們很早之前已經畫了線 比較無奈 他沒得發現 有請朱凱迪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繼續去問721的事件 721的事件 其實大家都看到過程 就是在很多手機拍的片上 但是真正最掌握整件事的 狼狼去脈應該就是港鐵 因為元朗西鐵站 我理解閉路電視是沒有壞的 所以全方位不同角度拍到這件事的 應該就是港鐵 現在去了差不多由721到現在 都這麼多個月了 只有六個人是被檢控的 相對於涉及事件的人數 比例完全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所以我就想看看港鐵可以怎樣幫到手 去幫到警方 幫到執法機構 去將那些 犯了法的人 在那天無差別地打人的人 可以承之於法 那我就想港鐵說一下 你們在當天的閉路電視裏面 有沒有做過一些分析 就是你有拍到多少個人呢 他是沒有戴口罩 拍到樣子的 你有沒有個數字 還有你有沒有把這些 你對這些片段的分析 是整理好 然後交給警方 那麽多謝主席 也都多謝主議員的提問 好明白市民的關注的 事實上我們公司處理 閉路電視的影像片段 是有一個嚴謹的程序 只是有按既定程序 獲授權的人 才能夠去查看我們的閉路電視片段 一般來說我們的片段 是會保留28人 但是有些特別的突發的情況 可能日後這些片段需要被翻查 或者是協助調查 那麽這些片段我們會保留三年 而是就著剛才朱元說的事件 因為相關的片段都需要 是要用作協助調查 所以閉路電視的片段 是會保留三年 而事實上我們亦都 主席除了保留之外 你們是不是沒有做過任何事 我現在想要求你們 可以自己都去進行一個分析 我不知道是不是警察自己做不切 你可不可以幫忙去做個分析 就是怎樣算回當日 到底有多少個人是涉及這個襲擊 有多少個人沒有戴口罩 你就拍到他的樣子的 你沒有做的話 可不可以現在做回他 其實事實上 其實事實上我們都透過一個新聞稿 整理了一個時序 亦都有一個截圖 是讓公眾可以參考的 主席可不可以直接回答問題 如果他沒有做到一個整體的分析 怎樣算的話可不可以做回 好時間夠了 或者你在其他渠道再追 可不可以做回一句可不可以 你這樣也不讓他回答 你自己剛才也過時了主席 我沒有過時 你剛才過了時 他答我過時 我問的問題沒有過時 我請他答一個是非題 你也不給 簡單一答好嗎 多謝主席 或者我也補充一點點 因為其實CCTV 我們已經提交給執法機構 進行一個調查 亦都希望大家明白 始終調查的工作 不是港鐵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都是要有關方面的執法機構 甚至更加會去看這件事 港鐵盡量配合 有需要是 有請梁志祥主席 我先提一提同事 我之前已經延長了15分鐘 我想再問在籍的議員 有沒有同事反對我再延長15分鐘 如果沒有人反對就可以的 是的 我最多可以開到答半 那答半我就一定要停的了 這樣 11點半 11點半 是的 11點9 延遲15分鐘就到了11點9 梁志祥議員 是 麻煩主席 港鐵 以公眾安全作為首要的考慮 我覺得是合理的 亦都是 整個 特別修例事件之後 發生的一些 暴徒破壞事件裡面 都看到 港鐵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不過 我要首先稱讚一些員工 員工在 我在一些畫面看到 幾十人的暴徒圍著的員工來罵 但是他們都不還口 這個的確是值得去表揚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 第二個讚呢 就是 破壞之後 港鐵的恢復能力很強 第二招就真的坐車了 這個證明 港鐵在這方面 的確是為公眾 付出了很大努力 但是第二部份 我要批評的 第一個批評就是 我也有些畫面看到 有人指責 港鐵裡面有員工 帶領那些暴徒 去破壞 港鐵本身的設施 不知道在這方面 港鐵有沒有進行內部的調查 也都有沒有將這些 就是被認為是出賣港鐵的員工 交付警方去處理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 我們剛才陸祖宗議員都問過一下 關於鐵路的保護 剛才的局長說 會跟一些警方 特別負責鐵路 完善的警區 你們都是有密切的聯繫 但是我們看到 根本就是拆過輕兵 我昨天也說了一個拆過輕兵 打爛了 其實不是很多人 如果看畫面看 電視追著直播的 大概是十多個人拿著鐵鎚 就打爛了 就走了 完全是沒有人阻止得到的 那為什麼 港鐵在這方面 沒有跟警方有這麼密切的聯繫 因為經常破壞的 太子站 剛才提到的大學站等等 其實你們大概都知道 哪些是經常被人破壞 為什麼不跟警方聯絡 一組部署 將這些暴徒抓呢 另外你們內部有四個方面做的 但是你們四個方面 就從來沒有考慮到 自己請一些 有能力的 維護港鐵資產的人 在幫忙做事呢 那這幾方面可不可以答答我 麻煩你 有請告署 請問我去公司 好 多謝主席 多謝梁議員 多謝梁議員去認同我們 前線同事的努力 和服務的心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營運者 我們都是 這個心是沒有變的 至於講到關於 和鐵路景區的緊密聯繫 我們會繼續去做 所以尤其是 例如剛才梁議員提到的 譬如太子站 旺角站 油麻地站等等 那方面的部署 我們都是要緊密地做 亦都是希望在風險評估 做得詳細 而減低對我們的影響 我們會繼續做 謝偉銓議員 至於保安員工 因為我們是一個短期性 所以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我們只能夠聘請一些 你出賣港員工 那這一點 或者我想麻煩 謝謝議員的提問 因為所有刑事的案件 或者一些破壞的案件 如果涉及任何人士 無論他是不是港鐵員工 其實是由警方負責調查的 根據我們自己 講解我們既定的政策 和我們一些工作的守則 就說如果任何員工 是接受一些刑事的調查 或者是遭受一個執法部門 提出刑事的檢控 無論是關於什麼案件 都有責任向我們報告 我們亦都會視乎 那個員工的工作的性質 可能做出一些 適當的工作安排 所以如果我們得息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們是會根據我們公司 內部既定的守則去處理的 因為個別的案件 因為涉及私隱 或者一些調查工作 我想在媒體 其實可能都見到 是有一些報道 如果是已經在法庭 或者警方進行檢控 都見到一些報道 我們是會願意 長哥你應該直接跟我說 或者看看之後 港鐵再提交資料 謝偉傳議員 謝謝主席 其實剛才在上一個議題 這個問題都問了 因為過去幾個月 港鐵被暴徒多次重複 車站、勞軌、設施破壞 其實我關注 當然你在跟警方合作方面 怎樣去懲處 這個是你們在做的事 反而我覺得 因為你陸續有新的車站 和鐵路一直在做 有些將來可能都會做 在這方面 會吸取教訓 在一個設計系統 和設施容料方面 都考慮 因為有些正在做 其實如果時間可以 當然做 我想知道是有沒有 詳細就很難說 尤其是有些涉及內部的問題 就是你的系統 以前出事的時候 你沒有一個考量 就是有些人 裏面做些不軌的行為 影響整個香港 這麼多人的安全 和他那個方便 那這些我覺得 就是想知道 會不會 這個很簡單的回答 那第二件事就是 剛才講過刑事 當然你會追究 我相信追究 是不是 盡可能 有些沒有辦法追究 因為有些 他未必拿到 那個 違法的 暴民 那個 身份 但是你本身 我看港鐵有附例 就是我們吃東西 在車廂 你們都分分鐘罰我們 那些阻礙 很簡單 阻礙別人關門 很明顯 有些不是因為 有什麼特別理由 是惡意的 為什麼 或者 我不知道 好像不覺得你們去追究 或者不會用附例 你們去檢控 有沒有呢 謝謝主席 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謝議員的提問 我們 保安方面 尤其是車站保安方面 因應大型活動 我們必須提升 而我們也都在這個短期 也都在某部分的車站 尤其是車站的出口 我們已經做了一些 臨時性提升的工作 而這些措施 我們也會在這個新的車站 包括了顯景站 專制山站和啟德站都會裝置 我們都希望務求在屯馬線第一期開通的時候 完成工作 講鐵附例 至於講鐵附例 我們在車務運作中 最主要我們都是希望能夠 市民大眾一起攜手 能夠使到車務暢順的 我們採取一個叫做勸法和警方的模式 首先我們是勸有關的人士 不要阻礙車門 然後我們也會發出警告 甚至乎我們會用附例去檢控 我們過往也有這些例子 有這些例子 這個議題就談到這裡 我建議可以再加15分鐘 如果在籍都沒有人反對 延長個會去到12點 我們就處理下一個議程 那些動議 就因為看來不是太夠人處理 我們就留待下次會議處理 好嗎 那我們就處理第五項 是 何錦鳴議 我們還有一個項目 就是基電工程署的家委 基電工程署核下鐵路科開設兩個常額首長級職位 加強監管鐵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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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確定下一次會議處理,是嗎? 有兩種處理方法的,如果我們這個討論比較簡短的話呢, 我們如果在12點前,我處理到,因為12點一定要停的這個會議 12點前我處理組的三個 motion, 而又是夠可能的,就處理了它 所以我也呼籲在大樓裏面,鐵道士小組的同事就快點來開會 有請運防局的蔡傑銘副秘書長,賈家雲傑 因為這個事宜是關乎到基電工程處鐵路科開設的首長職位 或者讓基電工程處長去代表政府發言 好,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鐵路是公共交通網絡的骨桿, 和公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 香港首條的地下鐵路線就在1979年開始運作, 到現在已經40年了 2018年每天的平均乘客量都超過540萬人次 除了鐵路規劃的增長,鐵列車的班次更頻密 以及相關的設施也進入更換週期 基電處作為鐵路安全的法定監管機構 我們的監管工作越見繁重 因此基電處需要增加額外人手來維持有效監管 設施保障鐵路安全 隨著乘客量增加,如果發生鐵路事故導致服務受阻 對市民的生活影響越來越大 政府明白近期個別較為嚴重的鐵路事故都引起市民關注 要進一步改善鐵路安全的可靠性 需要引入更具預防性的監管方式 另外,港鐵公司近年為鐵路系統進行主要的資產更新工程 基電處亦需要審視港鐵公司的風險評估 確保符合最新的安全標準和法定要求 並且監察這些工程 務求減少對營運之中的鐵路影響 基電處以往的審核工作 著重港鐵公司有沒有跟從管理系統去營運 和進行保養維修工作 為了加強對港鐵公司的監管 我們建議在風險維本的基礎上 採取更主動 亦具預防性和積極的監管 以鐵路系統為基礎對港鐵公司的資產 和安全管理系統進行全面和直接的審核 以及為求及早發現潛在問題 保障鐵路安全 基電處將同時監管機場管理局三跑道的新旅客接運系統安全 新系統將會是機場旅客由現有的2號行站樓 前往三跑道新客運廊的主要交通工具 工程將包括安裝新的導軌系統 和改裝現有的接運系統和海天客運樓線路等等 另外因應正是籌備的鐵路項目 基電處亦需要各個技術範疇進行研究 並向運防局和有關部門提供涉及鐵路安全的專業意見 上述的監管工作是持續進行的工作 需要額外的人手 為了應付這些新增加的監管工作 基電處已經在2019年的財政年度 增加了18個專業和一般職系的常額職位 基於鐵路系統的重要性和複雜性 新團隊需要由有負經驗和具專業知識的首長級同事帶領 以確保鐵路安全 因此我們認為是有非常大的迫切性 增加而設的兩名總工程師 以督道團隊有序地展開上述工作 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開設上述 兩個首長級的常額職位的建議 多謝大家 潘兆平議員 謝謝主席 當然我們也同意對鐵路的加強監管令它更為安全 我想了解一下 在施政報告提到 將會成立一個新的鐵路部門專載處理和監管鐵路規劃和建造事宜 我想了解一下這兩個新職位 會不會將來都會進入這個新的部門 第一個 當然現在大家知道 開一個職位 除了事務委員會同意 又要去人事編制 接著又要財禮會批 現在財禮會都排了很久了 如果真的獲不到批 在一個期間裏面 你們是怎樣處理和安排 另外其實現有這個總工程師 好像印象中有兩位 分別處理不同的路線 而這兩個 其實我當然看過主要職務 有些是七項有六項 但是他們那個分配工作 是否完全大家都不同 安排的路線 謝謝 多謝主席 或者我先回答頭兩條 接著讓廚長回答第三條 關於比較確實 關於首長級公務員的職務的編配 就著第一個關於新部門那裡 成言、潘議員所提及 本局就是聯同路政署、紀念署 以至到運輸署 我們都會在考量新部門的設立 這一方面 紀念署現在進行的工作 究竟是否歸納到新部門 我們還是在考慮中 但是不論如何 如果我們歸納或者不歸納 這一方面的工作 我們都見到是需要加強的 這些新的人手 如果有需要是撥去新部門 還是是維持在機電署那裡 我們現時是持開放態度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 就著鐵路安全的工作 它一定會進行 而這些審核的工作 就不會浪費 一定會繼續做 至於說 因為現在的增設人手 特別是首長級 由於需要立法會的批准 可能程序是長了些 這個整體政府都是知道的 我們會用一個較為靈活的方式 如有需要 我們都可以在自行 做著一些偏愛的職位 那裡去工作 但是這個就不是最理想的 因此我們都會爭取 盡力是盡快是通過 立法會的適當的審批程序 而我相信這兩個職位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的爭議 我們都希望 可以是預期 可以在今年的立法年度來開展的 就著兩位同事的工作 請講 categor夠的 就件處長可以補充 其心 既然現在有兩位重工程師 它要負責12條鐵路 bzw Sara hablando 日常的檢查和試過調查 他的工作已經非常繁重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增加的兩位重工程師 可以在一個常規檢查以外 我們可以對地鐵整體的資產安全管理系統 能夠一個直接的 也都是到位的一個檢查 令到整個水平可以提升 另一方面也都在過程裏面 我們看到現在地鐵的資產 已經因應營運了好幾十年了 是時候做一個大型的更新 在這個過程裏面 更新的過程 如何是亦都可以順利的 不影響乘客正常運作 這個也是我們另一位重工程師需要做的工作 多謝大家 柯創成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我對於政府要加這兩個首長級職 為以加強監管鐵路安全 我自己到現在都還有保留的 因為確實你說你要加人去處理好鐵路安全 聽起來好像是不錯的 確實以往鐵路安全的監管上面 我認為都可以再做好些 但我在想一件事 就是究竟是加了這兩個人之後 真的可以有明顯的改善呢 這一點我相信我 以至乎香港市民都非常關心的 因為確實你明白 現在其實你不斷地要求開會 開完會之後你做的事 又是否如你開會所願的目標呢 我覺得是有很大落差的 主席我想說 現在是不是有條件請 就是相關的政府多個同事呢 都可以告訴我 既然你現在要爭取開會 按道理這些所謂安全問題就沒有辦法 妥協的 是要處理的 那是不是真的有條件你可以答我呢 在現時人手編配上面 可以再調整 而無需要開位呢 或者無需要開兩個位呢 因為一般市民感覺到 就是你開完位之後沒有了道 第二樣東西就是 但是現在你內部資源的整合 做好了沒有呢 那這點我想知道的 第二樣東西確實 剛才同事也問了 儘管我們讓你開會也好 你還要經過一系列的程序 人事編制啊 財委啊 我想你沒有你搞你 半年到九個月都未成功的 那就是意味著 其實這段期間 你們是不是都 沒有辦法確保到鐵路安全呢 你應該是很矛盾的 那些有辦法的 那就不用開了 那為什麼要開呢 所以我想這兩個問題 先請政府當我回答了我呢 我先覺得 要是不是考慮 讓你開這兩個位 好嗎 主席 有請報門 多謝主席 也都多謝 阿議員的關注 其實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現在面對著 鐵路的線路 是會不斷的增加 我們的乘客人數 也都會是越來越 就是多的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的線路 也都開始老化 怎樣能夠透過政府的 再積極的參與 令到水平可以提升呢 現在的確是 我們一個最大的挑戰 之前剛才說 我們有兩位的總工程師 他分別已經對我們 十二條的鐵路 纜車電車 在做相關的一個事故的調查 跟著一個合規的檢查 在這個過程裏面 工作已經非常繁重 但是我們很可喜的就是 現在的確 我們看回紀錄呢 我們現在鐵路 雖然是增加了 剛才說的線路的長度 人數 或者是老化 我們仍然都可以保持到一個平穩的 一個 亦都是一個 世界亦都是叫做 是較為前列的一個水平 但是這個情況 在我們過往的一段日子 我們看到 得然且確 令到市民關注的重大事故 是出現了的 怎樣可以透過政府 我們投放資源 是可以更加深入的 看回他們的資產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 是不是到位 是不是符合國際水平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所以如果直達柯議員的問題 我們期望透過增加我們的資源 增加我們政府 對這個資產管理系統的投入 我們能夠更加可以提升 我們現有鐵路 因應資產老化面對的挑戰 主席 其實同事是沒有回答到我的核心問題的 我經常講的是 你有沒有辦法在內部可以整合資源 這是第一個 你從頭到尾都避免我這個問題的 我經常講 你加這兩個位 之後是不是達到市民期望的目標呢 剛才你講到很冠冕堂皇 就是現在有這樣有這樣 但現在事實擺在眼前 就是很多的事故 都是監管那方面出事嘛 我給你加兩個位 但是你監管做不好 說鬼嗎 第二就是 你現在可能還有九個月 財委啊 人事啊 我當九個月最低消費 那這些九個月你都要面對的 那要想一下怎樣在內部資源重整嘛 那你回答我講一大堆廢話 主長我想說呢 就是很少會見到呢 我會對家委這麼有意見的 我就擺在眼前就覺得 我加了給你之後 用著市民的公帑 然後你幫我再拋腳趾 硬硬硬腳 不知道在做什麼 以至乎到呢 你根本達不到家委的目的呢 我就覺得我這條氣不順的 因為那些錢都是納稅人的錢 那 處長 我不想攔為你 我就很希望你會後呢 能夠就著我的關注呢 給一些書面的事我握手 因為這個世界呢 口講口賠是最沒有好處的 不如你告訴我 你加了位之後 你老哥或者你部門 可以達到些什麼成本效益 在控制或者在安排上面做好些 才讓我再考慮人事或者財委呢 看看怎樣處理這兩個家委問題 好嗎 主席 好 部門有沒有補充回應 很簡短的 多謝主席 多謝阿柯議員的提問 我們會後當然可以再補充多一點點資料 不過我想補充著 處長所提及 其實我們確實這兩個位 是希望做一些額外的工作的 那整合部門的資源呢 不論基聯署 以至到運防局都是很著緊 亦都是有進行中 但是事實上 基電署確是 是面對很大的壓力 一來就是 現有的合規的審核的工作 以至到是事故主導的調查的方式 其實這兩個 他的工作都是相當繁重 那新的同事呢 我們真是希望可以有一個 是主動審核的一個程序 是會做到 可能我們表述得不夠仔細 那我們希望我們在文件上 可以再令到柯議員更加明白 去到財委會會會支持我們 就著剛才提及 如果是一個短暫時間的人手不足 我們會是靈活地 以一個偏內的職位去考量 但是我們是不希望 這些措施要做太久 財委會才是正途 因此我們會盡快去上 人事編制委員會和財委會 拿這個撥款的 多謝主席 主席或者我都補充一些 數字性等 我仍然理解我們現在面對的挑戰 譬如說在大型資產更換工程 正如文件所說 我們在2020到2047年 我們要更換所有市區線的供電系統 2019年到2026是七條市區線的信號系統 然後還有其他的冷氣系統 閉路電視系統等等 一連串因應資產的老化 我們需要更新的 而這些額外的工作 我們需要有一個投入 因為其實在原有鐵路的營運中間 我們要更新相關資產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如何確保過程 能夠是一個順利而不影響乘客的呢 這個也是我們這個新的組合 需要處理的工作 多謝主席 主席 主席很快兩句 不好意思很快主席 主席我想立法會員的工作 其中一個職能 是監察政府的運作 我可以告訴你 我一向對家委我沒有什麼機吉的 但我這次為什麼 特意要在教育委員會 走過來和你說呢 原因就是我覺得你 加了位之後 你看不到有這個成本效益 主席我想我不是特意針對你們的部門 但是我覺得你既然加了位的話 希望你向香港人負責 向香港市民負責 不是加完位之後 就讓我們覺得 加和不加都沒有分別 我想這個是重點 不好意思啊主席 我自己也有些提問的 就 家委是基電工程處 核下的一個總工程師 又是加強一些審核 港鐵公司的資產安全管理 大型資產的更換工程 我想了解一下 他們這兩個首長級公務員的職位 開了之後 他們下面有腳做事 現在所謂 他們兩個雖然年薪 中委所謂183萬 但是年薪過8萬的人 代表他有三頭六臂 是不是 他們加中委之後 有沒有相關的公務員團隊 他們會有多少人手的偏配 去幫他們做事 還是說都不是的 其實加了兩個高級公務員之後 都是在內部那些前線 中層那些撥來撥去 這樣的話 我又不明白 怎樣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究竟會不會加公務員 即是前線中層那些的人手 你去做監察 你經常有人巡查 這些是做官的 做官的就算他不是離地那些 他也不可能每天下公地 是不是 那怎樣可以做到 相關的人手配套 謝謝主席 讓處長答得仔細一點 不過其實我們是有的 我們其實反過來 我們已經先加了腳 只不過由於加了腳 就需要管理階層的指導 這兩個總工程師的作用 是要指導新的同事 很簡單就是 新的同事 我們是有十八個非首長級常客的職位 他的年薪開支是一千五百萬的 所需的平均為 包賣就會是二千四百萬的 那我再向處長答一答 總共我們會有十八位非首長級的專業 或者一般職系的同事 加入相關的工作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的 我們正面對的是 未來幾十年不斷整體的十二條線路 無論訊號系統 供電系統 冷氣系統 全面更新 所以其實正如主席你提得對 如果單靠兩個總工程師 其實怎麼可能應付到相關的檢視工作 所以其實他就是有很多腳的 有十八對腳去支持他們的相關工作 那有沒有一些相關的KPI去評估他們之後的工作成效呢 或者有沒有一些目標呢 就是如果你說只是改善這樣 永遠都說改善的 我們都相信 但是改善到什麼程度 或者你們會有沒有一些什麼的職效 有個目標去追一下 做人的事情 舉例我們在那個常規檢查 我做一個審核的時候 我們預計就是每年我們是要做到那個四個重要系統 包括了供電、訊號、鐵路、路軌 和相關的列車的審視的 我們期待就是五年之內 我們可以把所有我們現在十一條重要的鐵路 全面所有四個系統都可以做一個 我們的一個深入的檢查 多謝 好 那我相信這個題目呢 還有機會在人事編制那裏再深入討論 我希望呢 處方就真的要有多些資料 說服一些同事 特別好像我創成議員這類的意見 我相信相當多的 公眾呢 包括議員呢 對那個鐵路服務呢 也是有一個很大的期望 過去出現的問題都比較多 申請的人怎樣真是能夠針對性去解決問題 而不是有問題就請人了 但是請人之後是不是一定有改善呢 當然我作為勞工界 我們覺得請多人做事是好的 但是呢 還是要請得其所 不是為請人而請人 那今天的會議呢 時間就到這裏 我們剛才講了的了 譚問好 2點夠時間 3點前可以做到 但是我們看來呢 就不夠 看來 大家一眼看完 你現在叫5分鐘 你現在有10分鐘 那怎會不夠做3個臨時動議 旁邊又在叫 因為呢 今天呢 同時間開會都比較多 旁邊又在叫 那就 你有10分鐘 我剛才都講了的了 其實 因為剛才我 在大概搭7左右 我都講了 我聽著了 我都說今天 我們這三個議程呢 就不注意著 放在下一次 你說看12點前做不做到 如果完結了之後 就算不做到 我說不夠人 我說放在下一次 不就叫人 沒問題的 下一次 我看不到為何不叫人 我在這裏 我是動議人 OK 你可以叫人 OK 我要叫人 等一下 要等隔離停了 要等隔離停了 要等隔離停的鐘 我們才可以召喚 好嗎 好 如果隔離停的鐘 我們看看能不能召喚 好 謝謝主席 人士編制委員會 那裏交代 剛才主席和柯議員 所說的一些行公兩席的方式 還有政府和特別運防局 和各位議員相類似 我也希望儲方的資源的增撥 用得其所 真的可以審核到港鐵的工作 特別是維修、保養等各方面的工作 多謝主席 是否不回答我們 我們會後書面 書面又回答我們 跟著我們 人士那裏又再 因為道會交文件的理由 在那裏補充 好 謝謝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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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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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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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